少年得到一个神奇的面具 只要戴上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原来这个面具不仅可以改变身材样貌 甚至可以改变你的性命 而我凭借着这个面具 洗劫了这些高高在上的修仙者无数次 只因我是鬼烟谷排名第十的大道 我们虽是土匪 却干着行侠仗义之事 我曾以为我这辈子都会当得到负 杰夫济平快一恩主 我也因此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张通缉令 却没想到平日替天行道的我被人给替天行道 一人修仙者无身杀进谷中 将我们鬼烟谷上下三百余口尽数斩杀 而他做这一切的原因更让人感觉无奈 他说他不在乎我们是什么人 他只是顺应弱肉强食的法德罢 侥幸存活下来的我发誓一定要为大家报仇 为了变强我来到了仇人的宗派青云门 据说青云门传承了三千年 地位尊崇抵御深厚 宗内高手数不胜数 但我刚到青云门的时候就被踹了出来 就以我没有宝物没人推荐 胖子嘲笑我就是个废 我反手就是一个国际友好手势 紧接着就是开启六位模式 奈何胖子体型过于巨大 没跑两步就累得气喘吁吁了 就在我正得意嘲笑他时 那胖子竟然手指着我大声喊道 若有道友能助我拿下这小子 便容他先报名 话音刚落 围观的人就像不要命一样朝着我哭了哭 好在我个子小 很快便从人堆里溜了出来 但就在这时 我的脚却被一只手抓住 将我提了起来 胖子拽着拳头 个狠狠地打算教训我时 一个小小的声音跑过来 一边跑一边大喊道 放开我家哨子 小蛮张开双手 平着孱弱身躯死死挡在我面前 眼中却满满的坚定不住 胖子看着女孩的眼神也是一路 感觉自己就是天大的坏人 可侯倾见到小蛮这个混血人毒 更是气得 他直接一脚就将小蛮踢飞了住 小蛮撞到一棵树上 鲜血瞬间留了一顶 见此我直接威胁侯倾 小爷我发誓一定会杀了 可周围却突然安静下来 因为小蛮的鲜血所过之处 散发着强大的生机 他觉醒了罕见的木铃血脉体质 胖子也被眼前这一幕震住 这时一个内门弟子骑鲜河飞来 他查看了地上的血液之后 确认小蛮的天赋后连忙报起他 更是让胖子在这次拜师的弟子中 加上小蛮的名额 迷糊中的小蛮还在说着 别打我家少年 我赶忙从猴金的手中挣脱开来 大叫着让他放开小蛮 女子头也没回 扔出一瓶丹药并说的 从今以后他就不再是你的丫头 小蛮飞走了 不久后胖子带着我来到一个小猪 随手丢给我一套入门工坊 就让我在这照看宗门要得 还说想要成为正式弟子 必须到达灵动一种境界 说完之后 胖子便没好气的离开 可是我练了一个晚上 都无法感受到真情 我都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不是修行的了 忽然想起九叔临死前留给我的秘迹 也不知道这阴阳神魔剑 对修炼是否有用 却不料手里的书 闪起一阵强烈的警告 无数金光瞬间朝着我的脑海涌 之前晦涩难懂的青云断气片 也通俗一桶了起来 紧接着所有金光就朝着我丹田汇聚 也就在此时我终于感应到了气 就在我还在努力感应的时候 一滴水珠将我惊醒 这时我才发现自己已经盘旋于半空 低头看向双手之上 那本阴阳神魔剑已经不翼而飞了 就好像是直接进入了我的脑袋中的一样 就在我还在思考的时候 怀中的身份木牌掉了出来 突然一只脚却踩在我的身份牌子上 我疑惑的抬头看去 却被一只手拽住了衣领 他告诉我他是这里的老大 在这里一切都得听从他的指 刚刚感应到气感的我还需要时间修炼 现在不起冲突为妙 我敢忙一脸可怜兮兮的样子说道 各位大哥别打我 你们叫我干啥我就干啥 几人见我是个耸蛋 得意的哈哈大笑 人后便将我扔了出来 从那以后的我不是在药田拔草 就是在帮他们清洗凑衣 还要劈柴挑水每天劳作25多小时 就连伙食也只给我一碗米汤口 不过这一切都是我刻意营造出来的作用 当天晚上后半夜 见几人都睡水之后 我知道是时候找回场 拿出随身短刀来到领头那家伙的背后 一刀扎下去 瞬间杀猪般的残叫传出 这一刀只是教训 没下狠水 这家伙以为我只是靠偷袭才有水 站起来就打到狠手 我直接释放出强大灵 随后侧身躲开他的攻击 接着踩在他背上 一刀朝着他的菊花斗去 另外三人捂着菊花缩在角落瑟瑟发抖 我将短刀上的血迹擦干净 转头对着另外几人说道 不好意思 动静有点大把各位师兄吵醒了 那几人见状连忙跪地求饶 于是次日药田的氛围就变了 我一个人在凉亭里打坐休息 其他几个师兄在药田里赤苦卖你 前来寻查的鱼胖子直接惊呆在了原地 等他询问几人才知道我已经修炼出了灵气 胖子一脸不可知心 一阵沉过之后 胖子就音笑着带着几人朝着我的房间走来 一会儿 他就一脚踢开我的房门 口中还大喊道 大胆方形居然撕摘灵药 现在人赃并过你还有什么可说 说完就往我脚下丢下一筐药材 我一眼便看出来鱼胖子是来不易栽赃 我现在拥有了灵气 可不会再像之前那般任人版 我直接运气就朝胖子攻去 鱼胖子也没有料到我会这么够 帮忙中他将木剑打在身前 但他还是低估了我的力量 我一脚便将他手中的木剑踢 身形连退机里才卸去力量 鱼胖子知道我的实力已不在他之下 赶忙转头喝退几人以免伤及无骨 随后便大喝一声 灵气外放形成几把长剑 下一秒 长剑就朝着我飞尸而来 随后又形成一个剑锁 将我困于其中 我使出浑身解数也无法破开剑锁 胖子得意地说道 只要你给我磕三个头 再恭敬地叫我一声言言 我就饶你一命 文言我瞬间大怒 死肥诛你做梦 胖子见我不投降手指掐举 长剑也凌空而起 我赶紧闪身躲开这些飞剑的攻击 谁知前方一柄长剑扑面而来 就在长剑即将刺激我眼睛的一瞬间 一鼻惊光爆发了开来 下一秒就见我徒手抓住了飞来的场景 我刚刚迫不得已燃烧经脉来抗衡这件事 可我体内的灵力非但没有燃进粉 这么讲 看来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我成功突破到灵动力 反应过来的胖子眼见不妙 就想要拉开距离 但我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 通上去罩着他的胖子就是一拳 直接将他打翻在地 经此一战 我也成功奠定了大哥的地位 我知道胖子对我没有杀心 便让人给他松了老 胖子此时对我已是心服口误 还说他从未见过这么快就突破灵动力重 他告诉我新弟子达到灵动力重 只需敲响青青钟 便可晋升为外门弟子 第二天我来到道通考核地 我将手放到青青钟上 运气击打 瞬间整个青云门就响起一阵悠扬的钟声 随后我便朝着大门走去 没有 胖子就带着我来到了法器 他告诉我 外门弟子今生后 都要先来挑选一件趁热的法器 而且机会只有一次 看着法器阁中琳琅满目的法器 我去犯了他 单从外观根本无法分辨好坏 然而就在我经过三柄飞剑的时候 脑海里突然响起一阵声音 子同飞剑那名三法阵皆一损坏 我又转头看了看 其他法器都是如此 难道体内的阴阳神魔剑还有剑宝的能力 不仅如此 我就连别人的修为也可以看到 我看了一圈下来 发现这些法器要么是灵气有限 要么就是法阵损坏 突然一个奇怪的面具映入我的眼睛 这万罗鬼面竟是中阶变化法器 而且内运三十六法阵皆是玩偶 三十六法阵代表着 可以变成三十六个不公的人 我靠 这简直就是杀人越货的必备养器 随即我便选择了他 看管法器格的几名师兄 皆是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没管这些坐井观天的玩意 跟着于胖子来到了住的地方 他还给了我一枚零食和一本 叫做青云练起片的外门幸福 随后便告别了胖子来到这个新家 翻开心法看了开 我掏出零食打算照着修炼一下试试 当我再次睁开眼试已经到了 有着零食的加持 修炼速度果然快了很 可惜这玩意儿太不经用了 一天都不到就练美了 随后找到于胖子 打探到一个可以快速搞到零食的地方 那就是青云门的地下交易市场 参与鬼市的人都会乔装满 凡是鬼市交易只问价格不问 也不会相互询问身份 感情这鬼市就是为我良辰打造的 随后我便带上了罗鬼 化身成一个高大的身体来盗鬼市 我还带上了四书送给我的烟火 只要使用得当 可以让人睡上至少两个半时 唯一的难点就是这里的人太多 太过于分散 我还在考虑该怎么动手的时候 一声妖和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他拿出了一大袋零食 没一会儿就被抢够一空 人群中又走出一人 只见他手腕一抖 从手指上戴的翡翠指环内 放放着一把 此剑乃中间法器九折金严剑 是他刚入到门市花万斤所买 如今他打算一百零食卖掉 众人一听便知道自己买不起 此时我看时机差不多了 便提着袋子走出人群说道 我这儿有一件价值 不在此间之下的法器 不知师兄可有兴趣 对面师兄凑近看了看 也看不出有什么奇特之虫 我告诉他们 这法器妙在细微之处 不仔细看可不行 众人也都慢慢围了上来 可就在这时 湖内散发出一缕缕烟雾 凡是闻到这个烟雾的人 纷纷晕倒在地 看着所有人都倒地后 我不由得感叹 这些到门弟子也太没警惕心了 随后我便帮他们看看 都带了一些什么宝贝 回到住处 我查看起了今天的战利面 这些人还真是富有了 既然零食到位 那就开始修炼了 很快三个月过去 抢劫而来的零食也消耗一分 可是我的修为 还是徘徊在灵动一重巅峰 要找时间再去一次 鬼市灵源够才行 就在这时 鱼胖子找到我 原来今天是三个月一次的 零食发放日 虽然只有一块 但是一块也是肉 我跟着鱼胖子排了半天队 终于试到我们 可奇怪的是 发放零食的长老竟对我说道 少年人少走歪门邪道 多把精力放在修行上 难道他知道鬼师的事情 是我干的吗 管他能问起来 我就死不承认 回去路上 我俩被一大汗拦住 胖子赶紧双手奉上 刚刚领取的零食 随后他又将目光盯上了我 胖子上前想着帮我说说好话 被那人一走踢飞 见此我赶紧拿出零食双手 低了上面 就在他伸手来拿屎 我轻轻抖动双手 零食就掉落在了地上 我急忙弯腰去捡 并偷偷掏出随身短刀 趁机一刀 躲在了他的丹田之上 随后一脚将他踹飞 他万万想不到 我居然这么大胆 我也是想不通就这点能耐 怎么好意思出来做强盗呢 回到住宿 我又开始修炼 将手上仅剩的两颗零食 消耗光之后 我也终于是突破到了灵动二头 我拿出上次 在鬼市获得的九蛇经验间 将灵力注入其中 瞬间剑身就大放异彩 九头腰蛇同中冒 看着就凶悍异常 吓得我收回灵力 以我目前的实力 还是很难驾驭他的 看来还是得想办法 提升修为才行 于是我决定再去一趟鬼市 由于上次抢劫之后 鬼市已经加强了防范 不过这些可是难不倒我 我带上万罗鬼面 变幻化成一位 恶罗多姿的少女 在展现了诚意后 他们护卫还是顺利放心 刚一进来就看到 一小哥在卖力地吆喝着 我来到摊位前随意看了看 小哥正打算向我推荐飞剑的时候 我开口问道 你这件宝针吗 因为我发现 他这摊位不仅法器宝物 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大量的能识 摊位上的东西虽然很逼真 但是却没有一件是真品 要不是我拥有阴阳神魔剑 我也会被骗过去 我接着对他说道 你的胆子还真不小 敢在鬼市卖假活 小哥瞬间冷汗直流 赶紧拱手 认错称下次不改了 可我也并非故意买乱 而是看中了他这造假的手 借此要挟他答应为我办一件事 否则就去告发他造假 小哥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 这时我被另一处人群吸引过去 只见人群中一道人盘腿 在他面前摆放着一颗紫色丹药 我一看便知那是妖灵丹 此丹一颗便可递百块零食 原来此道人是想用妖灵丹来换取石金丹 只此一物 只换不卖 石金丹乃是炼制破阶丹的必须原谅 修仙者每到一瓶颈 孤破都异常艰难 此时如若拥有破阶丹 将会事半功倍 我仔细端向了眼前的道人 确定这会是当初在东门前 将小蛮大伤的侯青 我立马上前在侯青耳边低声说了几句 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 侯青胆紧追了上来 随后恭敬地询问我可是有石金丹 我将侯青引到一偏僻地方 一顿忽悠之后 成功将价钱抬高到四颗10丹来兑换石金丹 迫切想要进阶的侯青也只能点头答应 一切谈妥之后我便又回到了鬼市 因为石金丹我肯定没有 只能来找这个造假师兄 毕竟这小子有把柄在我手上 第二天我就假装是跑腿的来到了造假师兄的桌子 这家伙还想从我的口中打探出我的底线 不过在我放了炮筒子妙后 打消了他的疑问 认为我就是个跑腿呢 随即不耐烦地将我扔在地上 打开我给送过来的信封 而我也趁机溜之大忌 避免被他发现什么关系 随即他便被信上的内容雷了一遍 好在九天后我来到这 他也准时将他做好的假石金丹交给 随后我扔出一袋金币当做新土费 转身便来到了和侯青约定的竹林 却没想到侯青这个不要脸的竟然还想黑吃黑 我淡定地拿出石金丹说道 侯青 你真以为我不知道你的身份 文言侯青更是坚决地要清除掉我 我则强装淡定地伸出手抵挡他的攻击 眼看他的法剑就要攻破我的房屋 下一秒却被侯青撤掉了攻击法术 我出言威胁了他几句之后 侯青还是有点怀疑我的身份 见此我只好在家把火 我伸手从储物戒指中拿出九十金丹点 一瞬间剑身上的九条腰蛇迎风而起 剑状直接将侯青吓得冷汗直流 随即赶忙收了术法 低头向我道歉 别整这些乱七八糟的 赶紧完成交易师姐我赶时间 说完就将石金散人给了他 侯青拿到手里赶忙打开查看真假 但是松了一口气 暗自庆幸还好刚才没有动手 想到那剑中的九条腰蛇就是一阵后怕 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那把剑貌似有点眼熟 那不正是鬼师大道抢走的那把剑吗 他赶紧查看起了自己的石金丝 抓在手上依然金光闪闪 可是怎么在吊闪呢 随后他便明白自己被套路 气得有色发青 回到住处后连忙查看战利品 有了这个妖灵丹我肯定能脱 不过这妖灵丹要怎么炼化吸收呢 这玩意儿应该和丹药差不多 随即我便一口气全吃下去 刚吞进肚子 想起阴阳神魔剑的提醒 切不可直接吞足妖灵丹 否则灵气难以抑制 必将暴体而亡 我靠 不能吃 早点说呀 我掐着喉咙想要将妖灵丹吐出来 可惜为时已晚 肚中一阵翻江倒海 妖灵丹的灵气开始渗入四肢百分 我感觉全身经脉都被狂暴的灵力充斥 仿佛随时都会爆开一半 没坚持多久 我便两眼一黑晕死了过去 与此同时天空中神秘的九口玄关 突然产生了反应 其中一口直接化作一道红光飞驰而下 没一会儿就飞到了我的座主 此刻的我正梦见自己躺在一个温温熟悉的怀抱里 我努力地睁开眼睛想要看到她 却始终看不起她的样貌 恍惚间听见她念了一段太上话灵精的宝剧 然后就从梦中惊醒过来 口中还不自觉地喊着妈妈 可我连她的脸都没看清 为什么会叫她妈妈呢 难道我的母亲还活着 我的修为也到达了灵动二重巅峰 可没过几天侯卿等人就找上门来 我还以为这么快就被她发现了 是我坑爽了她的妖灵弹 正准备掏刀子跟他们拼命 但侯卿却扔给我两颗临时说道 小子我接了今年的盗门护照 明月一早 你随我一同出发 原来是侯卿被我坑了无法得到破接弹 只能接取宗门的护照任务 此等任务难度比较高 还有就是一代失败 几乎就会丢掉性命 可侯卿听到我是灵动一重境界 还想带上我 其中必定有诈 我就想找个借口推掉他们的妖气 而上次被我打了妖子的刘师兄 一把拎起了我的领 劝我说不要不识台语 眼看无法拒绝 我也只得憨笑着答应了下来 随后我就跟着侯卿姐夫出发 路上我从刀疤男柳三口中得知 此次骨罩任务便是那四接妖兽很酷 他全身布满疙瘩能散发巨毒 更是拥有蟒蛇的力量 而他所盘踞的地方 三接四接的妖兽层出不去 晚上休息时柳三以为我害怕四接妖兽 便将手中的烈酒给了我 让我喝几口壮壮的 我犹豫了一下 随即便猛灌了几口 我装作第一次喝酒般被枪的咳嗽了起来 立即饮得几人哈哈大笑 过了一会儿 我就假装不胜酒力睡觉去 这时他们也放松了警惕 谈起了此次的警惕 原来他们竟然想要废掉我的修为 将我拿去当幼儿 还好留了个心眼 不然怎么死都不知道 第二天我们开始步行上山 一路披荆斩棘前往妖兽出没的人 很快就来到了一条小河边上 我们打算在此略走休息 同行的两个小人物 看见河就想跳下去心 却被刀疤连柳三一把按了 瘦子骂骂咧咧的 就想要和柳三肚子 只见柳三拔刀朝着旁边树枝一回 一条隐藏着的青蛇 变断成了两截 紧接着他将半截青蛇 扔进了河里 下一秒清澈的河面就被掀血了 无数红色小鱼 张着满是獠牙的大子 瞬间就将那半截青蛇看湿干净 看着一脸冷汗的警 柳三解释道 这是一种被妖气侵染的怪鱼 平时身体透明 肉眼根本看不到 只有掠食的时候才会通体变我 这些怪鱼虽实力不强 但是数量起 如果刚刚不阻拦的话 变成骨头架的就是那两个手下 休息一会之后我们继续出发 此时离目的地不远了 估计他们随时都会对我动手 我得尽快找到脱身的办法才行 应当不是他们的对手 此时路过一个散发着恶臭的泥潭 众人纷纷绕着泥潭走 突然我的脑海中 却是响起了阴阳神魔剑的声音 网呼啪的排泄物 才能内人妖气 可是三肩以下妖手为别 我知道机会来了 我赶紧装作脚滑 一脚扎进了泥潭 好在柳三眼几手快将我拽出来 我也因此全身沾满了污泥 不对 应该说是粪便 对此猴卿也并未说什么 只是冷着脸继续向前走去 很快便到了一个满是枯骨的地方 我知道再不跑 估计就没机会 赶紧装作尿剑 想要先去尿一泡 结果那个小个子赵直也跟了我 我装出一副傻乎乎的样子 和他盘谈了起来 并告诉我这一路柳三师兄 对我这么惯状 是因为我跟他弟弟名记差不多 不过他得病死 赵直抬头看向天空 也不知为啥说这些 可下一秒他露出 阴狠的笑容抛出黄气 结果一转头 却发现我消失不见了 紧接着我便出现在他身后 对着他腰子就是里头 他那杀猪般的惨叫 立马惊动了侯青几个 侯青眼见不妙 赶紧寄出灵气飞电 朝着武器杀人 我闪身躲开了他的攻击 随后扛起地上的赵直 就向了河里 我们落水的瞬间 成千上万的怪鱼便浮现而出 朝着赵直勇去 紧紧紧的呼吸 刚刚还大呼救命的赵直 就只剩下了一副骷髅 就在几人疑惑 为什么只有赵直的尸体的时候 我就从河里冒了出来 朝着对岸游去 随即更是对他们挑衅道 小爷我可不是那么好欺骗 到晚上我趁他们休息时进行偷袭 却不曾想中了他们的买水 见此我也只能拼一把不为出去 随即我朝着侯青冲的过去 打他的措手不去 可我没想到二重和三重的插局 竟然如此之大 紧紧一个照面我就被他击败 就在这个叫前通的小个子 想让我蒙包起来 我掏出了那把可以封住灵气的反省 反手一刀就朝他扎了过去 随即拼着断掉一只手的代奖逃了手 而失去我这个幼儿后 他竟将自己的手下当幼儿 紧过去两个半时辰 柳三就找到了我 原来是他送给我的酒囊上 沾有追踪子 只要我还在这腰掌山 他都能顺着气味找到我 只见他拿出一个袋子将其捏碎 紧接着一股红色的雾气将他拢罩 可以短暂提升他的修为 随即柳三提着大刀就朝着我卡 我赶忙闪身躲开这灵力的攻击 他却紧跟着转变攻势 却不料被他一手抓住我的锦囊 用他那恐怖的爆发力将我甩出 直接撞断了两棵大树才堪堪停住 这还是我出道以来受过最重的伤 随后我趁着柳三放松警惕的时候 连忙释放飞剑向他偷袭而去 轰的一声巨响在柳三身边爆炸了开来 我以为这样的攻击足以让他失去战斗 却不料柳三依然坚挺地站在那里 这也让他怀疑我的身份 不过好歹也算是费了他一条手 我本想叫他到此为止呢 毕竟他也对我有过关照 突然他张嘴吐出一把暗器 剑撞我连忙将手中的仙剑扔出阻挡 而就在两柄飞剑相交之时 柳三的飞剑却是向着旁边偏了一小村 下一秒我的飞剑就穿过了柳三的胸袋 而他的飞剑却是刺中了我腰间的九脑 看着没了呼吸的柳三 总觉得他是故意死在我手里 无奈我只能将这个筹算在侯卿头上 简单地安顿了柳三之后 我便来到了侯卿的所在中 正好看见侯卿这祸竟将图刀伸向了自己的手 就在这危急时刻 我一刀飞去挡下了这一剑 侯卿也没想到我这个手下败奖居然还敢杀我 对此我淡淡一笑 你确定我没有同伴吗 突然刚刚还躺在地上任人宰割的前途 就朝着侯卿偷袭而去 凭借着强悍的实力 侯卿反手一剑便倒不下 他一脸不可思议的质问前后 你的灵气才恢复得正好 原来是赵直的那柄短剑确实能封住灵气 可前提是必须处于流血状态 流血状态一结束灵气很快就会恢复 侯卿这时才反应过来 我刚刚那一刀是在给前通奉了 前通也很清楚 此时唯有和我联手才是唯一的活 剑撞侯卿也不撞 只见他将手中的宝殿插在地面上 一股强悍的灵气从他身上扩散了 我赶忙将柳三的长刀扔向前头 随即两人一起朝着侯卿攻去 而如一个照面 前通便惨死在了侯卿的剑下 我完全没看清他的初剑速度 是挺有点棘手 随即我用阴阳神魔剑查探侯卿的白剑 竟然是中阶法器轻锋剑 注入灵气可使直剑者肉身行动无方 后遗症就是使用者会损伤灵脉修为下降 眼看着侯卿的身影垫的虚幻 我知道方立马转身就打 他的攻击也紧追不放 下一秒侯卿就倒到我的眼前 剑撞我提起紧剩的灵力使用飞剑攻向他 我则趁着空隙连忙踢腿跑 可不料他竟化解我的攻击并未打 我不得不避开自己的飞剑攻击 而这也导致我无法安全地抽身离开 打又打不过跑又跑不掉 现在只能堵一把 随即我便掏出小刀 一刀割开自己的手掌 蕴含着高浓度灵气的血液就空散了一颗 既然逃不掉那我们就一起去死 侯大少女将四街妖兽莽扑哈引诱过来打破将军 看着眼前如小山一般的蛤蟆 侯青这个愣头青还天真的以为蛤蟆的目标是我 踩着轻风剑就想先跑 可是就在他飞速狂逃的一刻 而他的这一举动吸引了莽扑哈的注意 只见一条血红如潮的舌头飞剑一般探了出去 目标赫然就是逃跑的侯青 随即侯青也感觉到背后的攻击 急忙伸去一卷 显知又显得躲过了这一击 莽扑哈击空之后 第二击便又弹了回来 侯青胆忙抓住轻风剑 一剑斩出 全力的一剑并未对莽扑哈造成任何伤害 他自己却被莽扑哈的舌头击飞了回去 艰难爬起身的侯青愤怒地盯着我 他怎么也没想到 明明是我的血气吸引来的妖手却没攻击我 我暗自松了一口气 我第一眼看到这蛤蟆的时候 我就知道这东西毕竟是妖蟆的混准 带有蟒蛇的行星 只会将移动的物体作为不过目标 可惜直到现在 侯青这个世家公子也没能发现决定 紧接着莽扑哈朝他发起攻击 侯青利用灵魄的身法躲开 也朝着莽扑哈飞升而去 随即来到莽扑哈的头顶一剑四下 虽然这一击破了他的防御 但是毒液也在不断的侵蚀侯青 受到刺激的莽扑哈散发出强大的阴多攻击 这威压让我毫无抵抗的毒 他更是悄然中释放毒气进行授灵 见状我俩赶紧捂住口鼻避免重力 可莽扑哈这一口毒气久点不见停止 一直吐到身体都扁得下来 可下一秒莽扑哈竟又张嘴一吸 弱大的犀利从身不见底的大嘴里传来 我们二人也力足不稳 朝着莽扑哈的大嘴飞去 就在这时侯青竟甩出一条冒着红光的锁面 捆住了一旁的大树 借此躲开莽扑哈吞噬 而我直接被莽扑哈吸进了嘴里 被他活吞到了胃里 胃叶落在身上嘶嘶作响 眼看着灵气即将耗尽 我却没有快速补充灵气的灵魂 猛然间我想到这蛤蟆可是刺激妖兽 他的肉不就是灵魂吗 而此时的侯青还在外面和莽扑哈大战 准确来说应该是他在被动挨打 他的轻锋剑也俯视长残破灵 面对莽扑哈的攻击 他只能不断地挪断 但是他不甘心就这样失败对了几十年 而且莽扑哈的状态也在下降 侯青准备进行最后一步 将全身灵力注入手里面中 就在莽扑哈又一次射出长蛇的时候 侯青将手中的法器扔了过去 他自己也被莽扑哈的舌头击飞了出去 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凉凉的时候 莽扑哈却是定在原地全身固停地抖 气息更是慢慢衰弱直至不见 侯青没想到能绝处逢生并完成了道明任务 可转眼的一幕让他惊恐万分 只见我坐在莽扑哈的尸体上吃起了烧烤 随即我召唤出九蛇金炎剑 打算好好和侯大少爷算了 可没想到侯青能去能生直接给我跪下来 还奉献出全身财物只求我放过他 我还真是没想到侯大少爷能有这么上头 随即我跳下莽扑哈的尸体向侯青走去 此时的侯青确实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他手里藏了一枚粉气氮 想要在我靠近的时候吃下 然后瞬间报警将我击杀 可我根本就没想放过他 直接送他上路头台 救他那点小心思 还都是我完胜了 况且从到门前他踢了小蛮衣脚开始 在我眼里他就是个死人 而他在临死之际才知道 我就是那个坑他妖灵丹的大道 在侯青彻底咽气之后 我便去将莽扑哈的妖灵丹找了出来 看着这颗四接妖兽的妖灵丹 我只迟疑了一秒 随后直接就扔进了嘴里当堂尸 我正以为没什么事的时候 突然一股强悍的灵力充斥着全身进来 不出意外我便再次晕倒过去 好在体内的太上化灵精 自动炼化了狂暴的人气 我也成功突破到了灵动三层 随后我便拖着一条蛤蟆腿回到了盗门 开启了表演模式 毕竟此次扶照任务只有我一人从 没有一个合适的解释 肯定过不了几位长老这一关 由于我比较年少 无知秀为低下成功 顾又离去 长老能自行脑补的猴青 拿我作诱饵的事 几位长老就扶照任务算失败 还是成功争执了回来 最后决定将扶照的奖励 三两弹金散给刀 并且还叫来一位师兄护送我下山 而长老故意叫人来送我下山 也有他的打算 热情的玄兆师兄 竟然打我手中是金散的主意 先是出言诱骗 顾成功又开始威胁 最后竟然动手铭抢 我为了隐藏修为 赶紧将石精撒给他 可是这种亏我可验不下去 就在寻赵走后不久 我便带上万罗鬼便追了上去 直接出现在了他身后 将他吓得一跳 寻赵反应也快 一个回首套 接着又是一个黑虎掏心向着我攻暗 我轻抬左手挡下 右手蓄力一拳击出 直接将他打晕并洗钱了他 随后我便悠哉地回到了顾州 可还没到家就发现 刘峰在欺负胖 刘峰这回以为我此次服罩必死无疑 为了上次打妖子的仇 只能将怒火发泄到胖子身上 把胖子揍得头破血流就算了 还要胖子跪下磕头 每刻一个就要骂我一句 胖子这个所谓当即就不跪下 可骂我的话却仿佛卡在喉咙 怎么也骂不出口 刘峰没想到死胖子这么讲义气 那必须得斩讨不根 既出自身非剑就要结果胖子幸福 就在即将得手时 却被我一把抓住 转头对着胖子说道 我说于是兄你也太笨了点 不过就是骂两句 又不会是块肉 胖子先是愣愣地看着我 随后扑上来一把抱住 大腿嚎唐大腿 刘峰也是一脸不可置信 这小子不是应该死在妖兽肚子 怎么还能活着回来 我淡淡地说道 因为我这人记仇呀 此时的刘峰已经慌得一批 强忍着内心的恐惧 准备富于顽抗 却被我一个大逼斗呼在脸上 刘峰感受着这一拳的力道 分析出我的修为至少灵动三重 赶忙想要求饶 我直接一脚踩在了他的脸上 此时的刘峰在已没有了嚣张的棋眼 心中只有满满的恐惧 最终我还是留下他的心灵 不是因为我心善 而是我另有打了来 随后回到家的 我赶紧轻点着这次外出所得的战利品 没想到侯卿那副夹子的好东西还挺多 不光有缩地服这样的逃命服 竟还有一本只有内门弟子 才能接触到的攻击秘迹 此法炼至大成 可控制无形静气奇妙无举 我赶忙运起灵气打算修炼一下 门外却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我以为是胖子过来窜门 打开门一看 却是一名漂亮的侍却 原来他是侯卿的相好灵清雪 他听说此行只有我一人归了 特地询问其中缘由 我便将灵清雪紧进屋内 可是一转头就看见床上放着的功能 若是被灵清雪看 一定会有所猜疑 我赶紧扑上去将功法倒 林清雪开着玩笑说道 小小年纪应该专心修炼才是 怎么能看那些书呢 我只能尴尬地挠挠头 说是别的师兄硬塞给我 接着我便将此次服照的惊险过程 经过了自己的加工之后告读 林清雪听完之后 感叹此乃侯卿的命数 并掏出一瓶丹药送给我休息 我连忙高兴地接了馆 但拿到手中我就发现瓶子竟是孔的 就在我一过之时 一把长剑对着我脑袋就刺了馆 我靠 师姐 喜欢我也不用这样来试探吧 没成想被他发现自己送给侯卿的秘籍在我这 他确定了侯卿肯定是因为我才遭受不信 今日是要杀掉我为侯卿报仇 我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召唤出九蛇金言剑拼刺底下 林清雪是内门弟子 虽来自以炼药为主的三侠 但他灵动四重的修为依然让我节节败退 就在我几乎要被林清雪手刃时 一道光照突然浮现在我面前挡下了攻击 原来是外门的红长老 及时打来就想了 清云门内不许私斗 是谁在违法能归 文言林清雪刚想解释事情的原因 我连忙打断装作受害者的表情 并说出自己的委屈 林师姐说我不过是侯卿师兄找来完成任务的诱 要杀了我为侯卿师兄陪赶 这番话立马引额为官的弟子的震度不可 没想到这些大独子弟完全不把我们当人害 文言红长老尴尬的咳嗽一声让他们安静 随即指着林清雪说道 此事如果属实宗门必定给严厉成人 然而林清雪毫不畏惧 他瞬间下不了台 正打算收拾一下这不知天高地厚的那门弟子事 天空中突然飞来一位气质轻利的女子 我一眼认出她是带走小蛮的林云师姐 本以为她会站在自己这一边 却没想到林云一开口就是为林清雪开脱 红长老 清雪年幼不懂事还挺见谅 此次我必会带回我们内严加管教 此言一出外门吃瓜的弟子都笑了 听说他们七峡谷一向不把门规放在眼 红长老无奈地叹了口气 买了白手 只能妥协 本以为让他们离开此时会到此为止 但林清雪突然拔剑向我刺来 即使违反门规也要杀了我 我直接徒手抓住长剑 真当我是软柿子可捏的 直接一巴掌甩在他那白镜的脸上 为观众人皆是一惊 见证外门弟子的传说 我还想继续出手 让他好好体验一下 却被林云拦住 放肆 赶伤我七峡谷子 我没想到林云竟如此霸道 明明是林清雪先动手 难道我们外门弟子天生就逼解 你们那门弟子脸都困住了一下 这话一出 瞬间激起了外门弟子们的囤搜地 红长老也事事站了出来 林云 你们七峡谷地 众目睽睽之下 持见伤人在先 这孩子只是正当防卫 并无不妥 此时林云也只能找台阶下 向长老低头认错 这次必定让林清雪受到处 随后更是扔下一袋丹药 算是七峡谷对我的 并承诺拿着这个可以到七峡谷 他会帮我免费炼制一炉丹药 说完就带着林清雪驾鹤离去 我原以为这件事就此结束 却不知道人群中有个人 一直在盯着 因为他正好认识我的九蛇金眼剑 这把剑本应归玄照师兄所有 但最后却被鬼面大盗抢走 玄照知道消息后 已经断定我跟鬼面大盗 肯定有关系 立马招呼自家小弟将我抓来 还说明天要看到我跪在他面前 然而此时的我已经来到了七峡谷 找林云炼制火箭蛋 万万没想到林云这女人 竟还在浮口不想见 从而历经艰险闯过护山剑阵 他却直接拔剑抵住我的喉咙 只应该认出我就是当初 那个没有天赋的教化子 还说小蛮既然入了青云门 就跟我再无关系 若我赶前去纠缠乱他道心 便会直接杀了我 我无视他的威胁 直接质问他凭什么 林云挤了紧手中的长剑 就凭我比你强随手可以杀你 而我从他的眼神中并未等到杀气 有种现在就杀了我 不然总有一天我杀你不脱 你以为你是什么 高高在上掌握他人命运的神仙吗 凭什么你一句话 就把他从我身边把他夺走 林云黑着一张脸 喝止我并收回了长剑 因为他从来没杀过人 随后更是扔给我一瓶灵药 让我自己处理下伤口 先前说好了帮你练丹 我说话算数你随我来吧 他没想到我居然想练制破阶丹 嘲笑我境界低微 练丹界有练丹界的规矩 我只能帮你练制 但是材料需要你自己找 毕竟破阶丹的原材料石金散 丹界不是还有个规矩吗 不问材料的来源 辨别材料后 林云对我的背景更是她的好奇 随后我便在这等了一天一夜 终于拿到了成品的破阶丹 有了这东西 我就能突破到 灵动四层进入内容 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突破 就向林云告辞了一句 不然林云问了我一个问题 刚才你不怕我真的杀了你 怕我是肯定怕的 只是林云师姐 你应该从来没有杀过人 真正杀过人的眼神是不一样的 师姐当时虽然愤怒大 毫无杀气 说完我就直接离开了 林云看着我离去若有所思 可我在回去的路上 却被挤了给包脚 来人也不多废话 拔出长剑直接杀了 但是他们却低伏了我的实力 三两下就解决了他们 随后我来到了外门 做杂役的冷地 我掏出五十两黄金 将他们几个打了 因为此地偏僻 没人会打扰到自己突破 随即我便吞下破阶丹修炼 本以为会有很大的动静 没想到等了半天 身体都无反应 该不会林云那娘们 趁着我睡着给了我假药 突然一股熟悉的刺痛 传遍全身 我又又又一次地晕倒了过去 而在梦中 我居然看见了鬼烟谷的九树 只见九树说道 过而后力冲破林脉 极限直至脱胎荒 只有这样才能成功破阶 就如凤凰浴火灭盘重生 随着九树说完便 将我一把推下山间 当我从梦中醒来时 几个小弟都围着我来 看着屋顶上的破洞 我也不知是真是假 但我明显感觉到 自己突破到了灵动四周 随即我拿出九蛇惊艳剑 遇见飞行朝着屋外飞去 是时候进入内门了 顺便前去会会那个旋兆 与此同时旋兆向于胖子 逼问我一下 要是今天还找不到那个小鬼 你就下去陪那个刘峰吧 突然一道光柱 直接砸在几人附近 我藐视着几人说道 听说旋兆师兄请我喝茶 我就直接过来 没打扰几位的雅兴吧 此时我也发现受伤的于胖子 怎么哪都有他 胖子委屈地说道 你还有脸问 我怎么在这你心里没点数吗 而玄兆也反应过来 威胁我把石金散交出来 那石金散本就是宗门奖励给我的 你抢去了我还没跟你算账 见此玄兆心慌想凭借武力 直接将我镇压 一个指导黄龙向我攻击而来 我一个闪现躲过他的攻击 来到他背后 一脚旋风腿将他抽飞出去 区区三重镜 真不知道是谁给你勇气挺让我 此时的胖子看傻眼了 每次见到我境界都不同 一旁的琴线 见我达到了灵动四重的修为 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 如果我没有猜错 方兄你就是鬼师大道 如若不是你又何来破街用的石金 为了掩护我可以方法的身份 我直接放出灵云师姐的威灭 我的破街单是灵云师姐给的 与石金散有什么关系 在场的众人当然不会相信 灵云师姐可是内门的大人物 怎会与你扯上关系 见此我直接拿出体瓶丹药放在多长 这些可都是灵云师姐 为助我进入内门而赠躬 见此胖子害怕极了 并且认为我是在吹牛 怕事情路线让我收连点 此时玄教看到丹药也是震惊不已 看向平底果然有灵云师姐的标志 但他不相信这是真的 认为丹药是我这个盗匪偷来了 我夺过药瓶说道 那你去给老子偷一个试试 以为人人都像一样蠢吗 而秦姓看到丹药是真的 猜不出我的废顶打算明哲保身 方师弟 是我错怪你了 这只是一场误会 而玄教这个蠢货还抓着事情不放 更是出口威胁 你要是还死不承认 刘峰就是你的下场 文言我好奇的问他 你把刘峰师兄怎么了 玄教嚣张的说道 我早送他去见阎王了 今日你也别想善了 而我等的就是这句话 直接一拳砸在桌上 历生喝道 孟玄教你好大的胆子 为了一个鬼师大道 便滥用私刑残害同文 玄教却是不惧 即便是我干的 你又有个证据 件事情差不多了 我直接甩出一张基因 从我到来的那一刻开始 我们所说的话都被基因服所记录 文言玄教顿时傻了眼 紧接着一跃而起 想要抢走基因服 见此我直接一巴掌 让他扇飞出去 随即召唤九蛇金炎剑杀去 看一旁的师兄师姐 没有插手的意思 玄教这祸竟直接下枯了 而且还流出不可名状的业体 紧接着向我跪地 求我放他一马 道个歉就想把残害同门的 是一笔勾销了 那可是我一夫一母的亲兄弟啊 你得加钱 可是玄教已经被我打劫过一次 全身上下也搜不出几块零食 为此我只能让他写下签条才行 我拿上零食和签条 扔下基因服给他 随即拉起胖子就赶紧跑路 而玄教当即查看基因服 却发现里面空空如也 这才反应过来又被我骗了 我去你大爷了 放心我跟你没完 就在刚刚我将全部的资源送给于胖子 只身前往内门进行下一步计划 想要进入内门必须敲响醒世 此骨只有达到灵动四重才能敲响 两个他们童子看着我准备敲 显得很是慌张 毕竟我的年龄怎么看都不小是高手 可我没管他们的惊呼 行起敲补的大棒子的跃而起 在两童子惊恐的神情中 我用力飞舞手中大棒 一生今天巨响传出 我已达到进入内门的资格 随后在宗门长老的指导下 点燃本命魂灯 领取属于自己的内门弟子玉符 在遭遇危险时 还能连同本命魂灯向中门求救 可我总感觉这玉符与魂灯没这么简单 恐怕里面藏有反制我的反术 随后长老又罗列出一排内门功法 让我选择 在长老的介绍中 我才知道世间功法神通暗屏 皆可凭七重 而高高在上的青云宗正把功诀 却只是排道数第二 没等我多想 长老又开始介绍起了五种功法的能力 有重要的影目生长诀 炼字的万物生符诀 算挂的山川千影诀 打铁的青年断真诀 可这些功法在我眼里 都是一些工具人修炼 并不能有效的提升我的修为 长老见我这挑三拣四的 更是来了脾气 随即我指着最后一本青云九剑诀说道 我要学这个 长老却是摇着头说道 这你学不起啊 前面给你介绍的可都是未来的谋生之道 这青云九剑诀太好修炼资源 你没背景 无人指导修炼不起来 听长老说完 我握着拳头下定决心 一定要去洗劫那些世家的资源 就在这时一道金光凭空出现 随即幻化成一名年轻男子的模样 见状长老赶忙双手作一 攻凝师叔法身 我通过阴阳神魔剑发现面前 这句临身法像竟有灵动九重修为 我正一脸猛逼的时候 只见男人伸手指向我 张口就让我跟他走 随后更是拉起我的手 化作一阵金光冲天而起 没一会便来到了一座山脚下 可他却独自跑了 留我一个人在这慢慢爬 当我来到山顶时 看见他们俩在下棋 男人表示只要我能破了棋局的必输之局 就传授我一道法师 闻言我立马从棋盘上拿起一个棋子 二话不说直接吞进了肚子 而我这番操作直接惊待了长老 这不就破了此局吗 要是不够的话我再吃一口 随即我向男人表示要传授我什么法爵士 哪知他却瞬间翻脸不认 还说出我进入宗门之后的所有罪行 不光是两次洗劫鬼事 就连腰杖山坑死猴青的时他竟也知道 要想人不知除非紧莫为 入门以来你共犯了七次门规 该当何罪 见状我立马跪下表演 向他诉说自己的苦中祈求能放过自己 可他却一把将我抓起来 还说我装可怜要最佳一等 随后提着我便来到了他的洞窟 看着面前巨大的炼丹炉 我真是吓了一大跳 赶紧抱着男人的大腿就求饶 我这人从小就爱干坏事 是一点都没有功德的 炼成丹也肯定是坏丹的 男人却是看傻子一样的看着我 随后扔给我一个卷种 说给我三天时间参悟这卷种 只要能参悟便不再追究我犯的事 还会传我一道法首 我打开卷种 便有一道杀伐之气扑面而来 此图名为斩首图 是一位仙人被斩首之时 鲜血剑到图上所成 他用了七百年竟也无法参考 甚至找了许多有天资的 青云宗弟子来参悟 最终却是一无所谓 我看着此图看了整整一天 竟然从中感受到了 被斩首仙人的愤怒 这时阴阳神魔剑也提示我 仙人血 天一剑 这让我万万没有想到 竟是天阶的剑影 难怪仙人也会被斩首 而此时也让我想起 自己若小时任人宰割的时候 凭什么自己要被人踩在脚下 又凭什么他们叨叨在上 正是这股愤怒的感觉 让我与斩首图产生了共鸣 斩首图中的仙人幻影貌似感受到了什么 居然一头扎进了我的身体 故去战役瞬间已燃我的全身凌厉 灼烧感瞬间充斥着整个身体 但是怒火只是斩首图的一半真意 我感觉我的身体快要成重 猛然间我想起天一剑 因为天一剑比之仙人更强 还能斩下仙人的头 故去的怒火与剑之真意相辅相成 互为平衡 在我想通的一瞬间 周身的火焰被青涩的剑一骨鞋 没一会火焰便消失不见 我也终于是参悟了这些人斩首图 而这也耗尽了我的全身凌厉导致昏迷 男人看着斩首图再无往日的戾气 以为我已经得到了长生的隐秘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男人提着我的酒壶来到我身边 还说在我晕倒的时候喝过我的酒 并且发现了我修炼的秘密 我还以为他发现了我的太上化灵精 或者是阴阳神魔剑 不料男人却说我是上午饕鸟血脑 所以才可以直接喝腰蛋泡成的酒水 还能直接吞噬灵丹与腰蛋 文言我赶忙一脸恭维的说 前辈好眼力 嘿嘿 紧接着他又问我斩首途中的奥秘 我如实说出了途中根本没有永生之秘 只有仙人残留的怒意 与斩杀仙人的长剑留下的剑意 没成想他听完却是一丝苦笑 千年的期盼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案 如今他大陷将至 千年努力化作流水 还谈和修炼长生对家族进行复仇 既然自己无法破定内 他就培养个传人为家族讨战 没一会男人就叫我过来 只见他不由分说的就要扯开我的衣服 气得我一把推开 我可不会为了修炼就出卖自己的肉体 此时他在我眼里就不是个智人群 可下一秒他竟用法术强行吞去我的衣服 而他这样做只是想要确认我背后的纹身 只因我这个纹身 竟是斩首途中的鲜艳脆身之类 被那怒火灼烧之后 才留下背后这火焰纹身 随后男人询问我 为什么不学长老推荐的四门赚钱功 我直接说那些都是教人打铁画法 没什么卵用 小爷我才不学 要学也学青云九剑诀 有力量才可以操控他人性 男人却说这青云九剑诀 在楚风大陆算是能排入前列 可要是放在整个南瞻不周的话 便是不值一提 功法没有最强 但是修炼方法倒是有 而且还很适合我 我敢忙一脸兴奋的询问是什么方法 男人一脸认真地说道 战修 战修是什么玩意儿 没听说呀 很强吗 原来这片大陆上有着各种修行之道 比如擅长炼丹的丹修 专门饲养灵兽的灵修 但战修无疑是其中公认战力最强 不过修炼此道的人却是最少 因为战修对资质要求极高 出生就必须使用灵液洗身 再以绝世大佬的真元巩固根基 使用各种灵物淬炼身体 战修因为要不停地面临战斗 死亡率更是位列各种修炼之道第一位 没有庞大的资源和坚强的意志 根本不能成为一名战修 我靠 这都是些什么玩意儿 那我擅长抢劫 不就是战修吗 男人没理我的嘀咕继续说道 战修便是独立这些分类的特别存在 不用炼丹也不用炼琴 只需要集中精力去经验自身术法和武法 我听完立马狂喜 这不正是我想要的吗 随后男人又和我解释我为什么适合战修 原来我参悟了斩首语 初步掌握了三位真火 可以帮我奠定战修的无上根基 所谓三位真火 是人之七情六欲中最难炼化的三道怒 传闻只有杜劫之后的真仙才能掌握 真仙将其炼化为虎 便能发挥起强大的战斗力 三位真火之所以厉害 他不光能灼烧皮肉 还能透过身体伤害人的神秘 不过我现在只是沾染了其中一位怒鱼 传说中的三位真火还差得比 好在此火正好拿来炼体 随即男人表示收我为清传弟子 我将是他复仇的希望 而我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修 第一步就是将一门灵活引入体内 但因为我自身领悟了怒骨 所以这一步很快就完成 但是第二步则是开始运火练习 可青云门根本没有这样的法觉 能够支撑怒骨的运行 只能将低阶的青云钻真觉升级成高阶 才堪堪达到驱使怒骨的标准 没想到这个便宜师父这么厉害 正准备拍拍他老人家的马 却不料师父突然将我提在手中 飞向高空 紧接着这个老小子 就将我从半空中扔下来 砸进深约千米的寒潭中 在这极阴质寒之地 修炼三位真火 让灵气在身体内外形成循环 利用怒火的力量 不停地淬炼体 就这样在这极阴质阳的煎熬中 苦修三人 师父却突然神色一紧按道不好 只以我缺少经验在运行功法时 被怒火中的怒力冲昏了神指 忽然走火入魔陷入狂暴 随即师父使用剑气将我压制 但在这修炼关键时刻 师父也没办法 一切只能靠我自己看过去 在这期间 我只能不断地运行 轻云断真剧 随着时间的流逝 怒火在慢慢地减少 我也重新恢复了理智 但此次脆体能以失败搞动 此后三月 我强忍炼体质痛不停尝试 不断地做死徘徊在生死边缘 而今我能控制自己的灵力流动 保持清醒 我也趁此机会准备冲破枷锁 忽然传来一声长啸 身弱龙鹰 现在我浑身充满力量 感觉一拳就能敢穿一座身 仅仅一个脆体成功 就能让我越阶而战断 同样的境界 同样的法术 未能势必比其他人强上好几倍 而我这六个月的修行 就吃光师父屯粮三百年的腰单领药 如今终于修炼有成 可以回内门了 我要找我的小玩具 哪知师父突然阴险一笑 修行才刚刚开始 随我下山 少年将火焰一口吞进肚子 并且越吃越兴奋 只因我是明道匪休闲 每天的日常就是吞火淬炼身体 炮锤各种小动物 我曾经下海战过恶龙 上山擒过猛虎当宠物 在蛮荒和恶鬼一起赏月 蛮厨与僵尸一起参加派对 更是悄悄顺走过 隔壁大妈的七彩单走 但就算三年过去 我仍记得那一天 师父无奇地叫我踹下 指着下方的巨虎表示 想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战修 就必须要有战天战地的决心 湖中的六阶青蛇精 就是我的第一个敌人 如果你不敢 那就滚回青云门 当战修你还不配 麻蛋啊 要知道我此时 还是个刚入门的 灵动刺虫的小菜鸡 并且妖兽的战力 普遍比人类高 就算如此 我还是毅然地潜入湖底 我必须成为一名绝世战修 才能为枉死的九位盗匪 哥哥报仇 但此湖巨大无比 我转了几圈人威剑蛇精踪 离师父限定的时间越来越紧 为此我只能把心一横 拿着匕首割破自己的手掌 用自身的灵血引诱蛇妖找来 果然没意会 巨大的蛇妖如气而止 但以我的修为在水中 肯定不会是蛇妖的对手 凭着一股复仇的希望 反向冲进蛇妖的肚 硬生生地杀出一条血路来 就这样我在师父的安排下 活过了三年 想起当初的战斗 心中仍是精进 而师父却在此时 扔给我一个预牌 并且交代凭借这个信物 可以取到十个如花似玉的猫 文言我却是不怎么信 只当这老小子在开玩笑 三日后我终于回到 阔别已久的青云门 师父却心情低落 告诫我修行路长 一定要谨言慎行 活到最后才是赢家 一副交代后世的模样 而我也并不知道 这意味着什么 隔天长老突然将我 带上主缝面进场 青鸟长老更是出口询问 已跟随老祖这三年 老祖可曾传你法觉 我当即得意的表示当然也 这三年让我受益良多 哪知几位长老突然冷汗直流 椅子上的掌门 更是差点栽倒在地 原来昨日我与师父分别后 师父突然脸色大便 吐出一口黑血 体内的金丹碎裂 灵力枯竭大现提前到来 只因上次走火入魔储 在生死边缘 全靠他损耗不多的寿员 给我疗伤 如今已经游进灯窟 师父准备临死前 给青云门留下船条 随即招来掌门与几名长老 准备将家传绝学 破灭神机诀传下 哪知掌门只听了前面几句 就急忙叫长老们捂住耳朵 并且连退数步 离开老祖的传法范围 原来老祖传下的 居然是顶尖修炼大族的 核心法诀 破灭神机诀 青云门只是个不入流的小派 要是被人知道 拥有如此法诀 必定满门上下鸡犬不留 师父没想到 这一届的掌门如此狗 只能作罢悄然离去避死 师父走后掌门 突然想起我跟随师父三年 是否早已学会了此诀 如果学了就为青云门埋下火根 这一刻掌门对我已经起了杀意 青鸟长老却强烈反对 他还是个孩子 就算学了跟他又有何关系 几位掌老最后投票决定 先将我照来查看一份 当得知我的回答后 掌门心惊胆跳地问道是何法 而我不在乎地说道 就是一部青年断争局 掌门虽然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但是仍不放心 亲自出手对我进行探查 紧接着掌门未曾感应到破灭神机诀 彻底放下心来便让我离去 而我因为三年时间 全部都在修行战斗法 修为依旧在灵动四重 并且还没有修行过任何攻击法术 在这内门中已经被传为第一废材 少年有个神奇的技能 只要看过的法术一学就会 但却被师兄弟嘲讽为宗门第一废材 只因我这三年来从未展示过任何法术 便宜师父不可靠 此刻我决定不装了 带着全副身家来到藏宝阁 随便挑选了几十部基础法 镇守长老一看眼睛都直了 小子 你知不知道复刻预测是要收钱的 我不以为意的说着 随便客小爷我有的事情 毕竟这三年来跟着便宜师父斩妖虫魔赚了不少钱 可当长老爆出一千三百块零食的价格时 我顿时傻眼了 尼玛 这可比我抢劫来得多 长老慢吞吞的解释 没办法复刻的材料费就这价格 爱要不要 而我看着这一堆法诀 一脸的纠结 最终只选了最实用的六本法诀 紧接着长老取出了六块空白的玉牌 打出法印 很快便将那六本书里的内容复制到空白的预测 随即往我面前一丢 总共六百零食 就这价格你们比我还适合做到 尽管如此我也只能乖乖掏钱 可我翻遍了全身上下竟然还差九块零食 紧接着我便发挥我的优势脉萌 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再把九块零食补上 但没想到这老头子根本不吃这一套 本长老这里盖不舍长 眼看着他就要把我到手的预测收回去 突然一个女子进来说道 方师弟手头不宽裕 我倒可以暂且见语 随后更是主动将临时地给长老 这女人不会是缠小爷的身子 想要包养我 而女人的举动也引起了同行男子的不满 自己看上的女人居然为别的男人花钱 语气不满地说道 小子愣着干啥 还不快跟秦师妹道歇 眼看我俩就要来个舔狗大决战 秦县连忙阻止了男人 因为他知道我是个不肯吃亏的 为了缓和气负 秦县分别介绍了我俩的事 就你这丑八怪的水瓶想也我可以允许 老男人文言顿时气着 他最厌恶的就是有人说他丑 当即运起灵动五重的灵力 就要让我好看 紧接着老男人感到一阵强大的威压 身体更是不能动他 却是一旁的长老出手 老子的地盘谁敢动手 长老实力高深莫测 老男人只能强行压下心中的怒气 离去时还不忘威胁我 小子给我等着 在这内门看我不玩死 见此一旁的情形急忙拉住他 让他别再说 随即还不忘替老男人向我道歉 怕我一言不合就干掉他 我一脸的恶趣味 只要给我磕上三个小偷 小爷今天就放他一马 老男人一听被气乐 三年来还没人敢在他面前如此嚣张 小子敢不敢上站台跟老子比一场 要是不敢答应 叫我三生爷爷就饶你一次 文言我挑衅着 谁不去谁就是孙子 一群人在路上却遇上了断真骨的慕容师兄 顿时青云第一肺 才挑战神虎军的消息传遍整个内容 众弟子纷纷猜测我这废物能支撑几招 有商业头脑的刘师兄更是悄悄开出赌局 可还没开始情形就认为我会输 让我赶紧跑步 因为他刚才就看到我刻印的都是基础反局 而老男人不止修为比我高 更是在福道上造一步进 我不以为一确反问他身上还有灵石吗 情形顿时笑颜如花 他以为我误了 要用灵石向老男人赔罪 而我解释到刚有人开设赌局 准备借钱压自己圣门 文言情形当即愣在原地 没想到我如此自信 就知道你信不过我 我给你看样好东西 我当即从戒指中掏出几枚妖兽内单 情形一看顿时亚麻呆了 想不到小爷我居然如此富有 而且以他的见识 这些内单居然大部分都不认识 这正是这几年来猎杀比较凶猛的妖兽所得到 但情形更加迷惑 毕竟妖丹价值连城可以直接压住 为何还要找他借钱 我怕清云门内还有其他强盲 毕竟这些妖丹这么贵 情形突然貌似想到了什么 师弟 这些妖兽不会都是你杀的吧 我当即无比坚定地告诉他答案让他安心 紧接着情形表示借钱可以 但是赢的钱要五五分账 文言我当场炸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情形一脸的傲娇样 不行就算了 经过一番极限拉扯之后 我只能让他 三七分成 情形瞬间笑开了花 而老男人也在此时收到了消息 自己的女神居然买自己书 老男人顿时心如死灰 果然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但他还是不死心准备找情形当面问了清楚 慕容师兄却突然出手将他拦住 依照师兄多年的把妹经验 秦师妹肯定是在跟你闹小平起 毕竟你执意要跟方秦决斗 没给他一点面 此事交给维兄 必给你扮得漂漂亮亮的 而另一边秦信正主地压着 慕容师兄却突然出言制止 师妹要想下注维兄接了如何 秦信并未理会 但为料到座庄的老刘 畏惧慕容的威势死活不解 这可就把秦信惹怒了 断人财路 那就怪不了我 随即拔下头上的紫巾三头奉拆 既然师兄盛情难却 我就以此拆围住 师兄可敢接下 慕容在众师弟面前不能丢了面子 强撑着从戒指中拿出一个木盒 赫然是一把宝刀 师妹 我以此刀围住你看如何 见此秦信看向了我 我给了他个无比自信的笑容 随即秦信握紧自己的小粉拳 那好 我赌了 随后悄悄地挤到站台的最前方 还不忘向我抛妹眼鼓励我赢得赌 而我则向老男人叫嚣着 丑八怪赶紧的 小爷我保证不打死 文言老男人怒气暴躲 率先发起攻击 只见他随手扔出一张皇甫 凭借符咒提升自己的实力 空气中充满暴躁的火灭力 紧接着老男人一掌拍下 满天暴躁的灵火向我扑来 台下的师兄弟纷纷震惊 沈师兄这手以服阳火真是厉害 秦信尔也是一脸的担忧 不会要输吧 而我则是一拳轰出 选择硬钢他的法式 直接破了他的攻击 将满天的灵火封灭 老男人也受到反正之力 不断的退回 待烟雾散去后 我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云底 紧接着一个闪现出现在老男人面前 一个大笔都狠狠地招呼在他的脸上 此时的老男人脑中一片空白 不是说是废材吗 为何实力这么强 抱着痛打落水抖的心情 继续给他脸上来一脚 就你这种菜鸡也敢装笔 主动来找小爷的麻烦 剑状台下的秦姓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发残了 发残了 其他师兄弟却是不敢置信 灵动五重的神虎君 居然被青云第一肺才一巴掌抽昏在地 而一些压住我输的师兄弟更是崩溃 以为是碧莹局压的可都是全部身家 秦姓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师兄 这可是我赢了 十块中品零食和碧燕刀拿来拿 剑此慕容的后槽牙都咬碎了 这小子居然扮猪吃老虎 可他却只扔给秦姓二十块中品零食 碧燕刀却是绝口不提 直接跑路 而我也是本色出眼 搜刮自己的战利品 没想到这老男人如此富裕 这起码有竖心零食 而一旁观战的师兄弟却准备悄悄离去 还好我及时喝住他们这些失礼 紧接着我看向秦姓问道 他们的堵住给他 听到这些师兄弟没给堵住 我哪能这么轻易放过他 他们还狡辩自己可是在老牛那下注 跟我没关系 可我则不管这些 反正决斗是我赢了就得输 只要是压我输的都得给我交出储物 没想到这引起了他们们的同仇敌凯 想要仗的人多镇压 紧接着他们被我反向镇压打的屁股尿 看着我这明目张胆的打劫那门地 情形下的一身闹 小意思 小爷这只是常规操作 你捉得怎么样 断真谷的慕容师兄虽然没有给法器逼艳刀 却多给了十块中品零食 随即还不忘替我高兴 比人来的直接多赚了一倍 文言我当即就炸了 一个败家娘们 价值一百多块中品零食的东西 就换了十块中品零食 这世界没人能乱小爷的账 必须要把刀要回来 可情形却不想烫这趟浑水 拒绝给我领路 而我脚下的师兄却突然开口 我可以带你去 在他看来让慕容师兄对付我 正好给自己出一口恶计 随即我便让他赶紧给我带路 小爷我赶时间了 见此那些被我洗劫的师兄弟也纷纷起身 就算爬我也要去看看 这小疯子被慕容师兄打成死狗 少年与人进行擂台决斗 赢了决斗还要洗劫场外众人的保护 指引我是天下地势大道的修仙者 却没想到从来都是打劫他人的 我今天却被人给操担了 我当即带上琴信 前往断真谷找慕容英药杖 从而引得看守山门的师兄震怒 哪来的也小子 我来找他药杖的官邸 这看门的屁事 嗨 文言他当即提着长剑要给我一点教训 面对修为比自己高一个境界的师兄 我却是不屑一笑 瞬间从戒指中照出九蛇金盐 垫朝他洗劫 仅仅一剑就破除他的剑矢 并将其击飞 强大余力更是将他镇成重伤 随即我便在山门口目吼 慕容英 你个小王八夺哪了 还不给小爷滚出来 见此断真谷的其他弟子 被我的气势所示 无一人敢上前阻断 而此时慕容英还在为刚才的事情恼怒 独斗失败打乱了他的补局 身为天之骄子的他 还想着从我身上找回场 哪知却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爷爷来了 慕容英还不快来迎接 听到我的声音慕容英当即炸 快步赶往谷中的广场 见到郑主我当即给他扣上老赖跑路的称 慕容英气急败坏 我何时欠你账 今天要说不清楚 我让你走不出断真 我则一脸坏笑道 秦师姐帮我下注是你接的吧 他那是帮我下的赌道 当时观战的人可不舍 他此时想来都赖不定 文言慕容英阴沉阵 本以为他会履行赌约 哪知转眼他就打上了秦县的主意 我与秦师妹的账早就算清楚了 还多给了十块中品零食 而你无缘无故来我断针骨闹事 是不是弃我断针骨无人 就在我准备强行拿回我的赌注时 秦师姐拦住我 师兄 我们当初赌斗的可是十块中品零食 加上逼艳刀 你却只给我二十块中品零食 我可没答应用十块零食抵那笔艳刀 说罢便将多余的零食丢 慕容英当即傻了眼 把秦县当做我的东 见他识别我更是对 慕容英你还有何话可说 快将那碧艳刀交出来 此时慕容英几乎被我两逼疯了 十足的输不起 只见他召唤出碧艳刀 打算靠武力解决我们 想要我的刀 就拿你的剑命来换吧 慕容英手握碧艳刀 脚踏身法向我袭来 赶忙之中我只能召出金颜剑格刀 但我境界不及他 被强大的力量震飞出去 碧艳刀带起的进风 更是割破我的脸颊 而我的九蛇金颜剑境 出现了珠网一样的猎物 里面的九道法阵皆已损毁 不亏是上帝灵气 可就是这样我越要得到这把刀 随即我以最快的速度贴近慕容英 准备发挥自己身体灵活的优势贴身进展 一招毒龙钻月 直刺要害咽喉 慕容英躲避不及 只能将灵气疯狂地注入碧艳刀 那刀上竟然幻化出一道 张牙舞爪的龙领向武夫人 见此我只能放弃攻击后头 没想到碧艳刀内居然封印了大量杀气 战斗之时可吹动伤敌 不过持有者也会被法器感染陷入思维混 像这样霸道的法器就该是为我量身打盗 慕容英一声名笑再次挥刀斩 兵煞随行威力补补万分 见此我直接震碎九蛇金颜剑 化作片片金光向慕容英射去 慕容英挥动碧艳刀横扫 将漫天碎片扫路 而我则改变策略 立马转身跑向远方 慕容英却以为我是个无胆鼠辈 居然临阵脱逃 让人不耻 吃瓜群众们也纷纷发出嘲笑 拍起慕容英的马屁 可我也不是个好脾气直接怒怼 慕容英你个杀千刀的老王八 赖赌不还还要脸 慕容英的怒火墨地冒了上来 今日我必斩 而我则在屋顶举起 比墨盘还大的石头 紧接着向慕容英砸去 让你这老外仗的修为欺负 就算慕容英是灵动六重的修为 被砸上一下不死也得重伤 见状慕容英挥刀上场 大石头竟被他这一刀劈成了两半 吃瓜群众纷纷震惊 不愧是慕容师兄这一刀之力不下五千斤 紧接着我又举起两块 比刚刚还大的石头 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砍出多少 随即慕容英匆匆应战 虽然将巨石斩碎 但他胳膊已经酸麻 全身的灵气更是消耗大烂 好戏还在后头 慕容老赖这就不行了 文言慕容英只能硬着头皮 再次释放出刀中的杀气 只见龙颖翻腾而出 将其几块巨石震碎 而最后一块 他只能运起自己几层的灵气一刀斩下 他虽然灵力不足 但仍凭借刀刃的锋利将巨石震碎 却未料到我早已隐藏在巨石后 趁此机会一拳狠狠地打在慕容英的领下 打得他脸冒番茄酱帮他整 随即一手接过碧岩刀 手感不错 这刀放在你这废物手里确实是浪费 文言被我踩在脚下的慕容英羞愤欲狂 你有种就杀了老子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师弟我只能照办 见状吃瓜群众们都快疯了 难道他真敢在断针骨杀人 我挥舞着碧岩刀静置他的咽喉而去 就在此时一道金色的绳索宛若灵蛇一般 直接将我绑住定在原地 在场的弟子看见来人纷纷跪下 拜见铁长老 拜见世尊 早知道你在上面看着 刚才不过是想引你出来罢了 快松开我 文言铁长老来到我眼前 一言不发地盯着我看 心里更是对我感到好奇 单单依靠蛮力与小聪明 就打败了慕容英 他跟着白师叔到底都学了些什么 随即更是将我扔在地上 既然打完了 就赶紧滚吧 哪知一群内门弟子突然冲出来 会在铁长老身前撞到我喜结的所有人 见状铁长老微微一阵难以置信 什么 他一个人打击你们所有人 众弟子纷纷哭诉千真万全 您看 我们的储物袋还在他怀里 铁长老一看顿时哭笑不得 太不像话了 说完就要将储物带还回去 见此我顿时急了 老子靠实力抢 你凭什么还回去 你这老头子明明欠我人情还这样 文言铁长老一脸的猛逼 我什么时候欠你人情了 你他们的怎么也赖账 原来你徒弟赖账的本事都是跟你学的 我徒弟怎么赖账了 你先给我说清楚 随即我将与慕容英对赌逃跑的恶行说出来 随后又指向跪在地上的众人 这些也都是想赖账 我没办法才自己动手 长老才想起那盘棋局的对比 随即一脸阴沉的质问弟子 方行所说的可是真的 见状众众弟子还想脚皮 长老都是这小子颠倒黑白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铁长老散发出强大的威压喝道 我就问你们到底赌 众弟子顿时胆若寒蝉 确实赌 得到答案后又看向慕容英 还有你 可是拿刀去赌 文言慕容英急忙又跪在了地上 弟子知错 见此我得意的说道 看吧 我来这就是为了讨债的 可下一秒铁长老却突然将我抱起 小子 摊上什么 他明明是人人厌恶的宗门废材 却成了高高在上的真传弟子 平日看不上他的师兄 争着钱来八戒 就在刚刚我洗劫了断针骨 一众废材师兄们 铁长老得之后 二话不说就把我带走 只因我那便宜师父闭关 宗门内的二五仔想借机除掉我 而铁长老则看上我的战斗天赋 想要将我收入断针骨 但我却一心想要加入奉天殿 铁长老得之后说道 小子 你可知参加奉天殿考核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第一 修为要超过灵动六重 第二 入门时间必须达到十年 第三 在内门大笔中获得前三 凭你现在的情况 起码要七年后才有机会 但是你只要加入我断针骨 我保你三年就能考入奉天殿 我牺牲这么大加入你断针骨 还要等三年 太久了 文言长老无语的让我有本事 就去参加今年的考核 加入断针骨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我有一个小条件 听说四谷一殿都有个首席弟子 貌似你这还无人能胜任 你让我坐上那个位置 我就加入断针骨 这话可把铁长老吓得不轻 要知道首席不只需要修为 能压服众多师弟 还必须具备处理各项事物的能力 这个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你得展现出相应的能力 这样我给你一个考核 只要你能在一个月内 将股内弟子鹰角的金铁收齐 这首席之位给你又何妨 随即拿出一块令图刻上我的名 从现在起你就是断针骨的弟子 不过你既然想当首席 那些储物袋就还给你师弟们 不然何以服众 看着这些财物我总感觉白忙活了 不过既然以后都是自己的小弟 那肯定得好好照顾他 随即我便将储物袋还给小弟们后 亮出自己的身份预牌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们未来大师兄 以后我照着你们 文言小弟们瞬间炸了锅 这小子何德何能敢 基于首席之位 铁长老不会老年痴呆了吧 却在此时张小弟突然叫到 我的飞剑和灵石怎么不见了 紧接着一把长刀硬生生的插在他双腿之间 离小坤坤仅仅只有一毫米 拿了就给我老实点 再敢带断针骨喧哗一刀劈了你信不信 还有你们给我听好了 师尊说了以后 骨内收金铁的事物全归我管辖 谁如果没有按时缴呢 别怪我不给面子 人群中突然颤颤巍巍的出来一名师弟 方师兄有所不知 提炼金铁是高阶弟子的专属任务 我们都还不够资格 则 居然还有这说法 死老头子也不说清楚 一日师尊就安排人送来名册 总共有二十一人 每人需要缴纳三斤金铁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随即准备好好研究这些人 哪只小布丁不止没走还气呼呼的说道 亏我大清早的给你送名册 你没一点表示吗 我擦 没想到我居然会被一个小布丁敲诈 正想好好教训一下这小子 小布丁却气定神闲 师尊说了 师兄昨晚发了大财 给点赏钱是应该的 文言我只能无奈的给他块零食 都怪那个小气的老头 拿到临时小布丁顿时笑开了话 还送给我的消息 那群打金铁的师兄们准备联手坑我来的 看来单纯靠武力解决 并不能让我坐我这个位子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我决定先去会会这些小弟们 找到了资历最老的刘彰华 本想先亮亮肌肉震慑对方 哪知这胖子态度出奇的好 方师兄放心 我一定按时上脚金铁 就连我提出的提前十天缴纳 刘胖子也是欣然应允 而剩下的二十名师弟 貌似商量好事 各个态度恭敬说话又好听 世书反常必有妖 看来这群人串通好准备搞事情 怎么说我也是强盗窝的小当家 岂会怕这群乌托邦的人 三日后我将打铁的小弟们都召集过来 并且拿出两箩筐的零石 摆在他们眼前 今天我要宣布一件大事 只要按时缴纳金铁的师弟 可以领取零石 但是如果不能完成 别怪我不讲经验 见此刘胖子瞬间猜透我的想法 赶紧出口表示 师兄 你这零石不是前几天刚得到吗 怎么这么快就舍得送出来 这明显是想告诉其他弟弟 我为了零石 可是打劫了同门师兄 怎会甘愿送出零石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我方形向来是最重承诺的 况且我还是断针骨未来的大师兄 给师弟们某点福利有问题 紧接着我拿出玉牌发誓 只要按时缴纳金铁的师弟 都可以无条件领取零石石块 刘胖子脸色顿时阴沉下去 看来怒容师兄交代的事情不好办 就在我走后一群人瞬间热闹 都想要得到零石修炼 见此刘胖子只能给他们打起 只要把这是做漂亮的 慕容师兄定然不会亏待 命令师弟却突然凑上来 刘师兄 慕容师兄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 他喵的事情还没做成好意思要赏赐 不过我有一季即可拿到方形的零石 还能得到慕容师兄的赏赐 闻言师弟们顿时兴奋了 还请刘师兄赐脚 时间终于到了上脚金铁的日子 按时缴纳的弟子果然领到了十块零石 而到了刘胖子上脚金铁时 我拿过一块金铁检查 随即将金铁狠狠地砸在地上 老子自己贴临时收取金铁 你们这些王八蛋居然拿破烂户应付 强大的气势直接压向重人 心理素质不好的师弟已经在瑟瑟发抖 刘胖子心中意紧 这小子刚到断争 绝对不会分辨金铁的品质 肯定是在炸我们 当即有了底气站出来 师兄 你擅自提前收脚日期不说 还诬陷我们让师弟们喊心啊 其他师弟顿时找到了主金铁 方师兄既然说有问题那就指出来 不然我定会上报长老请他主持公道 而我却是早就等着这一刻 上前将满矿的金铁全部倒出来 这块五分杂志不过关 这块是刺品金铁 这块是劣质金铁 刘胖子见我将每块金铁的问题都指出来 顿时吓得冷汗直流 我一把扯过刘胖子 小爷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刚拿的赏钱三倍还给小 另外十日内必须上缴合格的金铁 不然老子一刀劈了你们 本金加上罚金 每人三十块零食都自觉点交出来 胖子还想反抗来着 表示断针骨从来没这规矩 见此我露出邪魅的笑容 老子跟你们讲规矩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讲规矩 今天谁少一块零食 老子一刀劈死你 刘胖子见事情不能上了连忙施展法术保路 哪知我早有准备就等他反抗来着 一刀不偏不已直接砸在他的后卫 而其他师弟也纷纷反抗 照出飞剑组成剑阵 想凭借人多势众将我拿下 见此我抡起千斤重的碧焰刀 转动身体形成强大的旋风 瞬间将飞剑绞碎 几名达到灵动武从的师弟联手突袭 我却突然闪现在他们身前 一刀一个干净利落的将三人干凡 还有谁对我的规矩不满就站出来 闻言师弟们静若寒缠 都不敢出声 而在此时慕容英带着靠山从人群中走出 放肆 竟敢在古内对同门师弟下如此毒手 少年明明是盗匪界的星星王六 却甘愿当宗门中最低贱杂役 只因我为复仇选择卧底在这休息 在这只需要简单的动动嘴皮和手 就能从师兄弟身上弄到大量的资源 而慕容英为洗刷赌斗的耻辱终于爆发了 他的靠山叶天龙更是大言不惭要教我做人 并把自己法器浩天阴阳锤借给慕容英对付 这可是传说中的高阶法器 不止重量惊人能可大可想变化万千 并且他的锤类武器天生克制刀卷 如果我用刀刃接下攻击 势必会使碧焰刀损坏 为了保护碧焰刀 我便用刀柄接下浩天阴阳锤的攻击 并利用自身强大的体魄 硬生生地将浩天阴阳锤给顶回去 慕容英顿时骂了又骂 依他的实力可接不下这万斤锯锤 而在一旁的叶天龙及时提示用阴锤防身 原来浩天阴阳锤有一大一小两个锤 小锤自带防护罩用作防护 慕容英利用小锤轻松接下攻击后 瞬间信心暴打 开始嚣张 见此慕容英满脸震惊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我灵动六重才勉强驾驭青龙煞气 这小子凭什么能同时催动煞气和惊艳反正 还不等慕容英反应过来 两道凶猛的劲气就砸在他身上 从来只有我超越别人 不会被手下败将所超越的 真是好人 送了碧焰刀不说又送来了浩天阴阳锤 见状夜天龙也不淡定 方师弟这是我的法器 给我拿过来 怎么你这躲在幕后的武胆鼠杯 现在想全身而退 紧接着我把浩天阴阳锤扔到半口 抽出长刀便将锤子中间的铁链斩断 这次就当给你的教训 再来烦我必斩你 夜天龙顿时气得怒火攻心 在这断争苦内 何时有人敢跟他如此说话 愤怒之下居然直接使出底牌本命征服 清醒过来夜天龙便后悔了 要知道灵动七重的也挡不住他的火焰 更何况我是师尊清点的真传弟子 要是出事他也就完了 关战的师兄弟却在此时发出一阵惊火 还好我利用仙人怒火脆体成功了可以免疫火焰 现在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找小爷麻烦 老子就这么好欺负吗 你刚刚对我起了杀心 那就别怪我下狠手了 见状夜天龙耸的不断向我道歉 既然你这么真心的道歉 那小爷我就不跟你计较 文言夜天龙一脸问好 这跟传闻中的不一样了 而就在他愣神之际 我突然拔出碧焰刀凌空劈去 夜天龙失去了法器 不敢跟我硬刚只能逃跑 却突然感觉到小昆昆一阵处理 这才发现当部居然沾染上了青龙煞气 夜天龙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鸽 你居然想让我断子绝碎 那就不要怪我不讲师兄弟情面 万箭归宗 面对满天的悲剑袭来我却丝毫不慌 淡定的再次照出青龙和惊艳反正 直接一刀双龙出海破了他的万箭归宗 并且追杀他跑了大半个宗门 今天势必要给他来个深刻反省 而他可躲开了我的攻击 但还是受伤了 最终还是被他利用极刑法术 跑回了他自己的洞虎 眼看胜利在前我哪会放过他 不顾门规就要追进洞虎 聂天龙强忍着伤势打出一道道法绝 终于在最后时刻启动了洞虎的阵法 毫无防备的我也被防护阵法阵飞出去 你个王八蛋 刚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当起缩头乌龟了 你给小爷我等着 你会逼迫了你的乌龟阵法 紧接着我便回来广场把晶铁的任务 你们这些剑骨头给我听好了 三天内将金铁全部交上来 要是谁不能按时完成别怪小弟发表 文言一群小弟们终于臣服于我 纷纷跪拜在我脚下 半想后留胖子悄悄抬头 瞄了一眼松了口气 这煞星终于走了 哪知我会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你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见状胖子急忙拿出一堆临时向我赔罪 方师兄大人大量放我一马 以后我一定为民是从 文言我直接一脚将他踹飞 我缺你这几个破钱吗 随即我把刀狠狠地插在地上 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告诉我怎样破开叶天龙的洞虎法阵 断真谷的洞虎都是由玄铁和法阵构成 没有灵动九重之上的境界根本没有 文言气得我一脚送他回洞虎 真是个废物 而这时我也注意到对我斩断的浩天阴阳锤 而就在此时宗门内却发生了大事 青云门附近曾封印了一只妖王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封印之力渐渐失想 掌门决定四谷各派十名精英 并且选一名有威望的弟子 带领前往乱荒山加谷封印 几名长老纷纷同意 山河谷派出真传弟子风轻威 七峡谷更是派出真传前三的凌云 与舒文谷的皮君子 只有断真谷的铁长老一脸苦恼 因为断真谷最弱根本没有真传弟子 铁长老只能厚着脸皮 准备让内门弟子叶天龙带队前往 然而他随身携带的求救服 却在此时发出警告 铁长老来不及思考急忙接听 只看见叶天龙一脸慌张的说道 师尊救命 但小王八蛋疯了 您再不回来我就要被他砍死了 剑壮掌门与几名长老都被惊动 在他们的印象中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求救服 与此同时 我正在用浩天阴阳锤暴力攻打他的动物 叶天龙只能将所剩不多的灵力输入反阵 希望能等到师尊的救命 经过七七四十一下 我终于锤破了阵法 我看你这个王八现在还能躲哪去 随即一锤狠狠地打下去 就在这时师尊回来阻止了我 小王八蛋 你是不是要拆了我断争 剑壮叶天龙喜极而泣 终于捡回一条命 但就算师尊在我仍然不准放的 别拦我 我要砍死这个王八蛋 这可把叶天龙吓傻了 没想到我在师尊面前都敢如此唤唬 随即我又拿出碧焰刀 不打他我一难听 够了 到底怎么回事 别老说清楚 这几个王八蛋串通起来射击 被我失破之后还对我吓死手 叶天龙见识不对急忙暴打者 自己洞组都被拆了祈求 师尊为他作主 没一会慕容英也被几个弟子抬了过来 见状师尊瞬间傻眼 这他瞄的又是什么情况 随即叶天龙急忙上前告诉师尊 我和慕容英的战斗经过 紧接着师尊眼睛一亮 这小子居然能催动灵动七重 才能驾驭的碧焰刀 看来他的灵气不是一般的精准 想到这师尊立马换脸 变成一个关爱弟子的老父亲 丢下受伤的两个倒霉蛋带着我离开 来到师尊住处后 师尊丢给了我一件法器 这居然是上品法器捆先生 是个好东西 随即我便催动捆先生 来 先给小爷跳个 见状师尊连忙询问我是如何做到 让灵气如此灵敛净 得知我修炼的是青云断真诀后 立马来批击 老子修炼的就是这个 一当骗小孩一样来护弄 随后我便告知这是便宜师父 为我量身定做的青云断真诀 这个厉害吧 想学的话就说弟子我可以教你 文言师尊阴沉着脸 小爷 你今天砸了洞府 还打伤了人 你得将功补过 现在宗门刚好有件大事 需要四股一殿共同完成 一听有大事件 可以参加我立马兴奋起来 以致是要让我做断真骨的领队 哪知师尊突然又口风一转 不过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副领队 只要他说的你必须照做才行 我虽然有点不爽 也只能答应小孩 毕竟难得有机会出去 随即我露出宝贝得手的表情 告别了师尊 师尊见我这一副乖巧的模样 很适应 后知后觉的才发现 自己的孔先生早已不在自己身上 这是全世界最狠毒的蚊子 只要被轻轻咬上一口 你就会发现自己的身体会不停的膨胀 随即血肉被快速稀释 殆尽变成一具干尸 就在一天前乱荒山 妖王封印松动 掌门吉令四大谷主派出 十人的精锐小队 前往乱荒山加古封印 书文谷 七侠谷 雾镇谷领队均是真传弟子 只有我身为断真谷的领队 还是个未成年 剑壮三大谷弟子 瞬间就炸开了锅 区区灵动四重 参加任务的资格都没有 居然还当上领队 当着我面说这话 我必须给这个卡拉米一个教训 剑壮长老及时出手 阻止了我的行为 并向众人解释 我是靠实力当上这个领队 看来此行没那么简单 暗处想要我出事的人并不守 没成想在这 还能遇到灵清雪姐的心惊 四年前他为了自己的情郎 曾刺杀过我 失败后 更是对我发出宗门追杀令 只要有人杀了我 就为对方免费炼制一辈子 要不是宗门庇护让他闭关 我早把他给杀了 看来四年前你没能杀掉 心里很不痛快 闻言灵清雪 并未像以前一样 失去理智动手 就在我两针间队卖盲 想要进一步刺激 对方好出手势 灵云师姐及时出手 阻止了我 一切以宗门任务要紧 没一会我们一群人 来到乱荒山地界 灵云师姐就发现 前方不满仗器 绝不能贸然进去 七侠谷全是丹修 为大部队炼制解毒丹的重任 自然落在他们口上 而我则从小弟那 得知七侠谷发放丹药 却独读我们断真谷 看来又是那个新金鱼在导施 而他们故意不给丹药 就是想要打压 我在断真谷地 随即我手扛大刀爪 谁他们要的敢欺负我断真谷地 七侠谷弟子一脸不屑 我们灵师姐说了 想要丹药可以 只要你跪下来求他 文言我并未理会 并拦下想要带我去求要的 憨憨师弟 随即我便大喊 许凌云 凌云师姐可在 女弟子顿时心中一惊 这小子不会向凌云师姐告状吧 这事可是瞒着师姐做的 紧接着凌云师姐出现 你这小鬼又有何事 凌云师姐 你为何指使人排挤我断真谷弟子 同属青云门弟子 我何时排挤你们断真谷 见到凌云师姐来脾气 我这憨憨师弟立马上前解释 而我则趁机一掌 暗想憨憨师弟的后腰 师弟顿时难受的一阵咳嗽 我师弟身中账毒 再不给解药我断真谷 就要全军覆没了 文言谷中师弟纷纷细经 上身口中还悲壮地喊道 为啥只有我们断真谷 没有解毒丹 见状凌云瞬间明白 自家师妹中有人作妖 还不快把丹药给他 师弟一脸欣喜 正想接过解毒丹 我却一把拦住他 这些别人剩下的东西我可不要 我要凌云师姐亲自炼指的丹药 文言几个女弟子纷纷来起 要我师姐炼指的 你们这些臭打铁配 哪知凌云师姐真的从兜里掏出解毒丹 拿去吧 此事就到此为止 经过此事我终于得到师弟们的认可 而凌云师姐也想好好打压一下林清雪 随后几天我们一行人不断地向着目的地推进 期间更是不知杀了多少妖兽 每名弟子都经历过实战收获颇荒 就在我们夜晚休整讨论战谷之时 我凭借着多年的野外生存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紧接着我起身大喊着 逗他们的小心点 哎麻烦了 物证谷的几人文言却是一脸茫然 哪有什么麻烦 可就在此时满天的毒龙文朝我们冲来 修为最高的凌云师姐最先反应过来 并且凌厉形成一个护罩将师妹们护在身后 舒文谷的领队皮君子扔出满天的符罩 形成经验阵才堪堪挡住了毒龙文的进攻 但仍有两名师弟未能及时走进去 只见一只蚊子钻入他身体之中 紧接着整个身体不断的膨胀 血肉被快速吸食殆尽变成一具干尸 物证谷则靠着山河顾云阵勉强逃过一截 但也失去了两名同伴 而断真谷的小弟在我的保护下无人伤亡 紧接着更是有数不清的各种妖兽包围了我们 随即七侠谷弟子擅长治疗被护在中央 舒文谷使用金刚符加固防御 物证谷设下九阳巨龄阵可快速恢复灵力 而我断真谷的人则在最外围 负责守护阵法的第一层防御挡住妖兽 而蛮牛虽然只有四阶却力大无穷 瞬间冲破师弟们的防御 见此物证谷的领队一脸交际 怎么办 光靠法阵根本挡不住蛮牛的进攻 眼看着防御法阵就要被蛮牛冲 身为领队的我只好出手拯救弱小 随即一到长约百丈的巨大刀光上 所过之处横尸便宇 蛮牛已死 其余妖兽不足为惧大火继续猎杀吧 物证谷的领队一脸惊异 这小子实力居然这么巧 随即我便躲在阵内思考此次妖兽暴乱的云野 因为这次来起的不只有毒蛇 还有天上的雄鹰 要知道蛇根鹰可是天敌 这其中必有人为操控的影响 突然七峡谷的弟子找上我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师姐在外面大战蛇妖 你却狗在后面休息 原来妖兽群中突然出现一只七阶的蛇王 虽然凌云师姐的修为比他高一截 但是蛇王的防御惊刃 喷出的火焰更是剧毒无比 凌云师姐拿蛇王没有一点办法 关键时刻坐下仙鹤不顾自身伤势进行突袭 凌云师姐找准机会一件次在蛇王的要害 却在他正要补刀将蛇王灭掉之时 却感到一阵莫大的恐惧 急忙带着仙鹤抽身飞射后腿 眼间的弟子已经发现 战场中突然多了两条蛇王 凌云师姐心中一阵绝望 一条已经难以对付何况三条 物证谷的领队见到凌云师姐威胁 正要上前救援 却被疲君子叫住 三只妖王修为已经接近八阶 我们上去只会成为师姐的雷准 吵什么 如果此时不拼一把 等凌云师姐败退我们所有人都得死 七峡谷的弟子却将我叫住 蛇王毒性惊人你们根本不能靠谱 谁帮我取一些毒液我好炼制必毒丹 关键时刻憨憨师弟挺身而出 冒着生命危险取回毒液 七峡谷的众多弟子急忙紧急炼制必毒丹 随即我便拿起丹药放入口中 正要吞下时却发现口感不对 立马将丹药吐出说道 这丹药到底何人炼制 居然想拿一枚毒丹加害于我 到底是谁炼制的 七峡谷弟子却是一脸不屑 不可能 这可是林清雪师姐亲手炼制 文言我狠狠地将丹药扔在地上 这种紧要关头居然还想他害我 打指林清雪却突然将丹药捡起 将其一口吞入腹中 并反击我用如此拙劣的借口诬险 我一手将他掐住 还想销毁证据 赶紧给小爷吐出来 其他人健壮却以为我怕死 故意诬险林清雪 见此我只能先放了林清雪 随即他更是一脸委屈地表示自己没有下毒 他这娇弱的模样 瞬间激起误阵谷弟子的保护于 放心你要怕死就直说 不要耍这些小手 而此时一个大逼斗狠狠呼在他的脸上 出手之人正是憨憨师弟无相同 方师兄岂是你们能污蔑 此时断针骨的师弟们同仇敌凯 他们相信我的委员 见状我不得不夸他们是个好师弟会来是 有师弟们的支持我气势大者 众师弟助我一臂之力 随即师弟们纷纷祭出飞剑形成一道道阶梯 靠着飞剑我不断地靠近战场 许林云 小爷我来了 少年为正清白单手插进女人的肚子 从他腹中掏出一颗带血的丹药 就在刚刚林云师姐被三大毒蛇王围攻 三大蛇王默契的合击实力相当于灵动九重镜 此时我刚好来到战场帮助师姐解位 而林云师姐却认为我实力不够前来给他几麻烦 转眼间几条蛇王被林云师姐吸引注意力 眼看林云师姐陷入险境无法突围 我直接无视毒蛇王的毒气一跃而出 解开刀中蕴含的青龙煞气 硬生生地将一头蛇王的头颅斩下 我这如救世主凶悍的一幕惊呆了林云师姐 见状师兄弟们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随即我便将巨大的舌头踢到众人眼前 刚才谁说老子怕死了 自己站出来 所以谁想让我死 我就一定要让他也尝尝绝望的死 下一秒我就来到林云雪面前并掐住他 林师姐你以为如何 林云雪已只有两人听见的声音说道 没用的方形丹药我已经吃了 你没有证据 魂言我不管三七二十八直接将手插进林云雪的小腹 硬生生地将那颗被保护好好的丹药掏了出来 这种非人的举动瞬间让师兄弟们惊惊万分 我却不以为意的将丹药扔给七侠谷弟子 现在证据有了 拔去验吧 若此丹无毒我心丹情愿受罚 若是有毒 那你们七侠谷要给我一交代 说罢我便让断真谷的师弟们去打扫灵兽妖丹 而憨憨师弟也早就把蛇王妖丹藏起来了 七侠谷弟子却在此时发出一阵惊惊 负责检测丹药的师妹一脸惊惊 这颗丹药真的有 而且其中的毒性足以杀死一头助击大药 此话一出就连平日性情温和的憨憨师弟都忍不住法 我师兄美战身先士卒 你们却诬陷他怕死还下毒 必须给我们断真谷一个交代 见此七侠谷弟弟心知自己理亏变得无话可说 丢了那么大的面 灵清雪自然尝了他们的出气度 就在这时一具巨大的蛇尸从天打下 灵云师姐也解决了剩余的两条蛇王 见此我快速地闪身过去 将两颗妖丹抢在手中 就当七侠谷给我赔罪了 却不料一道身影却快速从我身前闪过 平时高冷的灵云师姐却笑颜如花 师弟悄悄拿别人东西可不是好习惯 我差点被你的人毒死 拿你两颗妖丹怎么了 闻言灵云师姐一惊 怎么可能 随即连忙找来师妹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得知灵清雪居然炼制毒丹加害我时 灵云师姐当即扔出一颗龟西丹叫他服下 灵清雪顿时下惊恐万分 要知道这可是七侠谷专门用来惩戒用 只要将龟西丹吞下 巨大的药力会瞬间将人包补 然后渐渐缩小 最终变成一颗人蛋 这可是号称青云门最恶毒的刑罚 师姐准备将他带回师门再处罚 见到此丹有如此威力 我连忙求师姐送我一颗 自知理亏的师姐便将剩余的一颗龟西丹送给我 随后物阵谷的领队风轻微前来回 前方十里上空灵气溺补 肯定有大量的灵草生长 灵云师姐虽然担心师弟妹的安危 但架不住他们的劝手 第二天只能带着大部队前往 到达目的地众人纷纷傻眼 随即就是一片狂喜 我他喵的发财 原来价值三十零十一片的梦魂套 在这里却是无边无记长的到处都是 见此众人都进去开始疯狂的采摘灵药 只有我与灵云师姐在一旁时刻戒备着 如此珍贵的灵药在这如同杂草一般必有反常 此时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连忙叫住他 灵云师姐也察觉到不对 骑着仙鹤闪身飞去 青云门弟子听令 速速退出伤 但所有人都陷入疯狂 根本没人听从我们的命令 直到一个巨石傀儡出现 将两名弟子砸成肉肉 他们才如梦初醒 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巨石怪依靠傀儡服吸收灵气 实力更是达到了灵动八重 虽然力量有点吓人 但是行动缓慢应该能搞定 紧接着我迅速上前 一刀斩碎了巨石傀儡的幼者 可结果却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居然可以复原伤势 见此我只能战略性转移 没另想办法才行 可眼前这些塔拉米的同门们却不逃跑 方师兄 我们联手干掉这里 怪我还能继续采集梦魂草 你他喵的要钱不要命吗 想死的别带手 这巨石傀儡根本就打不死 要送死你们自己去 就在这时出现一道金光 既然来了那就都给我留下吧 随即一股强大的威压压 这众人不能动的 金光中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金乌 全身散发着助击大妖的气势 但神魔剑却显示金屋只有六界修为 这时空中的凌云师姐 却突然传来娇姐的声音 我来拖住他们 你们赶紧走 可这时我却发现 还有断真谷的师弟在里面 见此只好让凌云师姐带着他们先走 自己身为断真谷的领队 必须回去接应师弟了 而此时两名七峡谷的女弟子 陷入重重包围 他们还仅仅是十几岁的少女 哪见过这场面 就在他们俩要成为妖兽的口粮时 一头巨大的龙形惊艳凭空出现 硬生生地将这群妖兽烧成焦炭 师妹搞笑地表示 师姐 我难道觉醒神秘血脉可以喷火 见此我有点无语 喷什么火 是小爷我来救你们了 别傻站着碍事 趁现在赶紧滚蛋 见我不好相处 两人连忙往谷外跑去 刚有点希望不成想 又遇上了巨石傀儡 迎接他们俩的将是站满屏幕的一角 却不料傀儡突然被一股强大的灵力崩碎 原来凌云师姐将人送出伤骨后 又反身回来相逐 靠着仙鹤奇快无比的速度已经连救手 身为真传弟子凌云师姐还是挺靠谱 可这些巨石傀儡永远打不死 他的灵力快跟不上输出 与此同时我这边也终于找到自家师弟 让他们赶紧先走 自己留下来断后 突然一个巨石傀儡一个拳头突袭而来 趁挡下攻击的空气 以领队的身份命令他们撤退 憨憨师弟只能强忍着悲伤遵守我的命运 在他们面前装得好累 打架都打得不舒服 随即反手一刀轻轻松松便将傀儡点碎 突然间一股强大的气息正在快速向我们立即 不成想竟被这头筑击漆的大妖给盯上 而另一边凌云师姐也不好受 虽然将大部分弟子都救了出来 但他灵力消耗殆尽无法前来支援我 听到憨憨师弟呼喊着自己 凌云师姐强撑着虚弱爬起来 方形呢 有没有跟你们一起出来 憨憨师弟瞬间哭丧的脸 方师兄为了让我们有时间逃走 独自留在里面断后 少年有个神奇的技能 只要看过的法术一学就会 但却被师兄弟嘲讽为宗门第一废材 只因我这三年来从未展示过任何法术 便宜师父不可靠 此刻我决定不装了 带着全副身家来到藏宝阁 随便挑选了几十部基础法权 镇守长老一看眼睛都直了 小子 你知不知道复刻预测是要收钱的 我不以为意的说着 随便和小爷我有的事情 毕竟这三年来跟着便宜师父斩妖虫 魔赚了不少钱 可当长老爆出一千三百块零食的价格时 我顿时傻眼了 尼玛 这可比我抢劫来得多 长老慢吞吞地解释 没办法复刻的材料费就这价格 爱要不要 而我看着这一堆法诀 一脸的纠结 最终只选了最实用的六本法诀 紧接着长老取出了六块空白的玉牌 打出法印 很快便将那六本书里的内容 复制到了空白的预测 随即往我面前一丢 总共六百零食 就这价格你们比我还适合做道理 尽管如此我也只能乖乖掏钱 可我翻遍了全身上下竟然还差九块零食 紧接着我便发挥我的优势卖萌 希望下次来的时候再把九块零食补上 但没想到这老头子根本不吃这一套 本长老这里盖不识长 眼看着他就要把我到手的预测收回去 突然一个女子进来说道 方师弟手头不宽裕 我倒可以暂起劲 随后更是主动将零食递给长老 这女人不会是缠小爷的身子 想要包养我 而女人的举动也引起了同行男子的不满 自己看上的女人居然为别的男人花钱 屡气不满地说道 小子愣着干啥 还不快跟情师妹道歉 眼看我俩就要来个舔狗大决战 秦县连忙阻止了男人 因为他知道我是个不肯吃亏的 为了缓和气氛 秦县分别介绍了我俩的身子 哪只老男人一听我的名字当即兴奋 难道你就是青云门第一废材 而我也不是吃素的当即兑回去 就你这丑八怪的水瓶 想给我可以一条事 老男人闻言顿时气着 他最厌恶的就是有人说他丑 当即运起灵动五重的灵力 就要让我好看 紧接着老男人感到一阵强大的威压 身体更是不能动他 却是一旁的长老出手 老子的地盘谁敢动手 长老实力高深莫测 老男人只能强行压下心中的怒气 离去是还不忘威胁我 小子给我等着 在这内门看我不玩死 见此一旁的情信急忙拉住他 让他别的说 随即还不忘替老男人向我道歉 怕我一言不合就干掉了 我一脸的恶趣味 只要给我磕上三个小偷 小爷今天就放他一马 老男人一听被气乐 三年来还没人敢在他面前如此嚣张 小子敢不敢上站台跟老子比一场 要是不敢答应 叫我三生爷爷就饶你一次 文言我挑衅着 谁不去谁就是孙子 一群人在路上却遇上了 断真谷的慕容师兄 顿时青云第一肺 才挑战神虎军的消息 传遍整个内门 众弟子纷纷猜测我这废物能支撑几招 有商业头脑的刘师兄 更是悄悄开出赌局 可还没开始情信就认为我会输 让我赶紧跑步 因为他刚才就看到我刻印的都是基础法 而老男人不止修为比我高 更是在福道上造一步检 我不以为一确反问他身上还有灵石 情信顿时笑颜如花 还以为我误了 要用灵石向老男人赔罪 而我解释到刚有人开设赌局 准备借钱压自己圣门 文言情信当即愣在原地 情信一看顿时压麻呆了 想不到小爷我居然如此富有 而且以他的见识 这些内丹居然大部分都不认识 这正是这几年来猎杀比较凶猛的妖兽所得到 但情信更加迷惑 毕竟妖丹价值连城可以直接压住 为何还要找他借钱 我怕青云门内还有其他强盲 毕竟这些妖丹这么珍贵 情信突然貌似想到了什么 师弟 这些妖兽不会都是你杀的吧 我当即无比坚定地告诉他答案让他安心 紧接着情信表示借钱可以 但是赢的钱要五五分账 文言我当场炸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情信一脸的傲娇样 不行就算了 经过一番极限拉扯之后 我只能让他 三七分成 情信瞬间笑开了花 成交 而老男人也在此时收到了消息 自己的女神居然买自己输 老男人顿时心如死灰 果然舔狗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但他还是不死心 准备找情信当面问个清楚 慕容师兄却突然出手将他拦住 依照师兄多年的把妹经验 秦师妹肯定是在跟你闹小平起 毕竟你执意要跟方秦决斗 没给他一点面子 此事交给维兄 必给你扮得漂漂亮亮的 而另一边情信正准被压住 慕容师兄却突然出言制止 师妹要想下注维兄接了如何 情信并未理会 但为料到座庄的老刘 畏惧慕容的威势死活不解 这可就把情信惹怒了 断人财路 那就怪不了我 随即拔下头上的紫金三头奉拆 既然师兄盛情难却 我就以此拆为主 师兄可敢接下 慕容在众师弟面前不能丢了面子 强撑着从戒指中拿出一个木盒 赫然是一把宝刀 师妹 我以此刀围住你看如何 见此情信看向了 我给了他个无比自信的笑容 随即情信握紧自己的小粉拳 那好 我赌了 随后悄悄地挤到站台的最前方 还不忘向我抛眉眼鼓励我赢得赌 而我则向老男人叫嚣着 丑八怪赶紧的 小爷我保证不打死 闻言老男人怒气暴敛 率先发起攻击 只见他随手扔出一张黄斧 凭借符咒提升自己的实力 空气中充满暴躁的火灭力 紧接着老男人一掌拍下 满天暴躁的灵火向我扑来 台下的师兄弟纷纷震惊 沈师兄这手以扶养火真是厉害 秦信儿也是一脸的担忧 不会要输吧 而我则是一拳轰出 选择硬刚他的法术 直接破了他的攻击 将满天的灵火封灭 老男人也受到反正之力不断地推荐 待烟雾散去后 我的身影早已消失在云底 紧接着一个闪现出现在老男人面前 一个大笔都狠狠地招呼在他的脸上 此时的老男人脑中一片空白 不是说是废材吗 为何实力这么强 抱着痛打落水斗的心情 继续给他脸上来一脚 就你这种菜鸡也敢装笔 主动来找小爷的麻烦 见状台下的秦信 突然发出一声尖叫 发残了发残了 其他师兄弟却是不可置信 灵动五重的神虎君 居然被青云第一肺台一巴掌抽昏在地 而一些压住我叔的师兄弟更是崩溃 以为是碧莹局压的可都是全部神奖 秦信也高兴得合不拢嘴 师兄 这可是我赢了 十块中品零食和碧燕刀拿来的 见此慕容的后槽牙都咬碎了 这小子居然扮猪之牢 可他却只能给秦信二十块中品零食 碧燕刀却是绝口不提 直接跑 而我也是本色出眼 搜刮自己的战利品 没想到这老男人如此富裕 这起码有数千零食 而一旁观战的师兄弟却准备悄悄离去 还好我及时喝住他们这些失礼 紧接着我看向秦信问道 他们的赌注给了 听到这些师兄弟没给赌注 我哪能这么轻易放过他 他们还狡辩自己可是在老男人下注 跟我没关系 可我则不管这些 反正决斗是我赢了就得输了 只要是压我输的都得给我交出出无胆 没想到这引起了他们们的同仇敌凯 想要仗的人多镇压我 紧接着他们被我反向镇压打 屁股尿尿 看着我这明目张胆的打劫那名弟子 秦信吓得一身冷暗 小意思 小爷这只是常规操作 你赖得怎么样 断针骨的慕容师兄 虽然没有给法器逼艳刀 却都给了十块中品零食 随即还不忘提我高兴 比人来的直接多赚了一杯 文言我当即就炸了 一个败家娘们 价值一百多块中品零食的东西 就换了十块中品零食 这世界没人能赖小爷的账 必须要把刀要回来 可秦信儿却不想烫这趟浑水 拒绝给我领路 而我脚下的师兄却突然开口 我可以带你去 在他看来让慕容师兄对付你 正好给自己出一口恶气 随即我便让他赶紧给我带路 小爷我赶时间了 见此那些被我洗劫的师兄弟 也纷纷起身 就算爬我也要去看看 这小丰富被慕容师兄打成死狗 我当即带上秦信儿 前往断针骨找慕容鹰要账 从而引得看守山门的师兄震怒 哪来的也想不 我来找他要账地 关你这看门的屁事 闻言他当即提着长剑 要给我一点教训 面对修为比自己高 一个境界的师兄 我却是无懈一笑 瞬间从戒指中 召出九蛇惊炎剑朝他 仅仅一剑就破除他的剑势 并将其击飞 强大余力更是将他镇成重伤 随即我便在山门口怒吼 慕容鹰 你个小王八躲哪了 还不给小爷滚出来 见此断针骨的其他弟子 被我的气势所说 无一人敢上前阵 而此时慕容鹰 还在为刚才的事情忙碌 独斗失败打乱了他的布局 身为天之骄子的他 还想着从我身上找回场子 哪知却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爷爷来了 慕容鹰还不快来迎接 听到我的声音 慕容鹰当即炸了 快步赶往谷中的广场 见到郑主我当即 给他扣上老赖跑路的称呼 慕容鹰气急败坏 我何时欠你账 今天要说不清楚 我让你走不出断针 我则一脸坏笑道 秦师姐帮我下注 是你接的吧 他那是帮我下的脸斗 当时观战的人可不少 他此时想赖都赖不掉 文言慕容鹰阵沉这脸 本以为他会履行赌约 哪知转眼 他就打上了秦县的主意 我与秦师妹的账早就算清楚了 还多给了十块中品零食 而你无缘无故来我断针骨闹事 是不是欺我断针骨人 就在我准备强行拿回我的赌注时 秦师姐拦住了我 师兄 我们当初赌斗的 可是十块中品零食加上碧焰刀 你却只给我二十块中品零食 我可没答应用十块零食抵那碧焰刀 说罢便将多余的零食丢给他 慕容鹰当即傻了眼 把秦县当作我的东 见他吃别我更是低 慕容鹰你还有何话可说 快将那碧焰刀交出来 此时慕容鹰几乎被我两逼疯了 十足的输不起 只见他召唤出碧焰刀 打算靠武力解救我 想要我的刀 就拿你的剑命来换吧 慕容鹰手握碧焰刀 脚踏身法向我袭来 转狼之中我只能照出金颜剑格脑 但我境界不及他 被强大的力量震飞出去 碧焰刀带起的进风 更是割破我的脸颊 而我的九蛇金颜剑 竟出现了珠网一样的猎物 里面的九道法阵皆已损毁 不亏是上体零器 可就是这样我越要得到这把刀 随即我以最快的速度贴近慕容鹰 准备发挥自己身体灵活的优势贴身进展 一招毒龙钻月 直刺要害咽喉 慕容鹰躲避不及 只能将灵气疯狂地注入碧焰刀 那刀上竟然幻化出一道张牙舞爪的龙影像我扑来 见此我只能放弃攻击后腿 没想到碧焰刀内居然封印了大量煞气 战斗之时可摧动伤敌 不过持有者也会被法器感染陷入思维会 像这样霸道的法器就该是为我量身打造了 慕容鹰一声名笑再次挥刀斩来 兵煞随行威力恐怖万分 见此我直接震碎九蛇金眼剪 化作片片金光向慕容鹰射去 慕容鹰挥动碧焰刀横走 将漫天碎片扫入 而我则改变策略 立马转身跑向远方 慕容鹰却以为我是个无胆鼠 居然临阵脱逃 让人不止 吃瓜群众们也纷纷发出嘲笑 拍起慕容鹰的马 可我也不是个好脾气直接怒怼 慕容鹰你个杀千刀的老王八 赖赌不还还要脸 慕容鹰的怒火墨地冒了上来 今日我必斩你 而我则在屋顶举起 比墨盘还大的石头 紧接着向慕容鹰砸去 让你这老赖杖的修为欺负 就算慕容鹰是灵动六重的修为 被砸上一下不死也得重伤 见状慕容鹰挥刀上枕 大石头竟被他这一刀劈成了两半 吃瓜群众纷纷震惊 不愧是慕容师兄这一刀之力不下五千斤 紧接着我又举起两块 比刚刚还大的石头 我倒要看看你还能砍出多少刀 随即慕容鹰匆匆应战 虽然将巨石斩碎 但他胳膊已经酸麻 全身的灵气更是消耗大满 好戏还在后头呢 慕容老赖这就不行了 闻言慕容鹰只能硬着头皮 再次释放出刀中的杀气 只见龙颖翻腾而出 将其几块巨石震碎 而最后一块他只能运起 自己仅存的灵气一刀斩下 他虽然灵力不足 但仍凭借刀刃的锋利将巨石斩碎 却未料到我早已隐藏在巨石后面 趁此机会一拳狠狠地 打在慕容鹰的脸上 打得他脸貌番茄酱帮他整 随即一手接过碧炎刀 手感不错 这刀放在你这废物手里 确实是浪费 闻言被我踩在脚下的 慕容鹰修奋欲狂 你有种就杀了老 既然你这么坚持 那师弟我只能照罢 见状吃瓜群众们都快疯了 难道他真敢在断针谷杀人 我挥舞着碧炎刀 静止他的咽喉而去 就在此时一道金色的绳索 宛若临蛇一般 直接将我保住定在园 在场的弟子看见来人纷纷跪下 拜见铁长老 拜见师尊 早知道你在上面看着 刚才不过是想引你出来罢了 快松开我 闻言铁长老来到我眼前 一言不发地盯着我来 心里更是对我感到好奇 单单依靠蛮力与小聪明 就打败了慕容鹰 他跟着白师叔到底都学了些什么 随即更是将我扔在地上 既然打完了 就赶紧滚吧 哪知一群内门弟子突然冲出来 位在铁长老身前 撞到我洗劫了所有人 见状铁长老微微一阵难以置信 什么 他一个人打劫你们所有人 众弟子纷纷哭诉千真万确 您看 我们的储物带还在他怀里 铁长老一看顿时哭笑不得 太不像话了 说完就要将储物带还回去 见此我顿时急了 老子靠实力抢的 凭什么还回去 你这老头子明明欠我人情还这样做 我一言铁长老一脸的猛逼 我什么时候欠你人情了 你他们的怎么也赖账 原来你徒弟赖账的本事都是跟你学的 我徒弟怎么赖账了 你先给我说清楚 随即我将与慕容英对赌逃跑的恶行说出来 随后又指向跪在地上的众人 这些也都是想赖账 我没办法才自己动手 早知道你要和他们一起欺负 三年前我就不该吃那棋子 还不如让我师父赢了那一局 文言铁长老才想起那盘棋局的对赌 随即一脸阴沉的质问弟子 方行所说的可是真的 见状众弟子还想脚面 长老都是这小子颠倒黑白 事情根本不是这样的 铁长老散发出强大的威压喝道 我就问你们到底赌 众弟子顿时胆落寒蝉 确实赌 得到答案后又看向慕容英 还有你 是拿刀去赌 文言慕容英急忙又跪在了地上 弟子知错 见此我得意的说道 看吧 我来这就是为了讨债 可下一秒铁长老却突然将我抱起 小子 你贪上事了 只因我那便宜师父闭关 中门内的二五仔想借机除掉我 而铁长老则看上我的战斗天赋 想要将我收入断真骨 但我却一心想要加入奉天殿 铁长老得之后说道 小子 你可知参加奉天殿考核 需要满足什么条件 第一 修为要超过灵动六重 第二 入门时间必须达到十年 第三 在内门大笔中获得前三 凭你现在的情况 起码要七年后才有机会 但是你只要加入我断真骨 我帮你三年就能考入奉天殿 我牺牲这么大加入你断真骨 还要等三年 太久了 文言长老无语的让我有本事 就去参加今年的考核 加入断真骨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我有一个小条件 听说四谷一店都有个首席地理 貌似你这还无人能胜任 你让我坐上那个位置 我就加入断真骨 这话可把铁长老吓得不轻 要知道首席不止需要修为能压服 众多失地 还必须具备处理各项事物的能力 这个也不是不可以 不过你得展现出相应的能力 这样我给你一个考核 只要你能在一个月内 将谷被弟子鹰角的金铁收起 这首席之位给你又何妨 随即拿出一块令服克少 从现在起你就是断真骨的弟子 不过你既然想当首席 那些储物带就还给你失地了 不然何以伏众 看着这些财物我总感觉白毛 不过既然以后都是自己的小弟 那肯定得好好照顾 随即我便将储物带还给小弟们后 亮出自己的身份预排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们未来大师兄 以后我照着你们 文言小弟们瞬间炸了锅 这小子何德何能敢 基于首席之位 铁长老不会老年痴呆了吧 却在此时张小弟突然叫道 我的飞剑和灵石怎么不见了 紧接着一把长刀 硬生生地插在他双腿之间 离小坤坤仅仅只有一毫米 拿了就给我老实点 再敢在断真骨喧哗一刀 披了你信不信 还有你们给我听好了 师尊说了以后 古内收金铁的事物 全归我管辖 谁如果没有按时脚呢 别怪我不给面子 人群中突然颤颤巍巍地 出来一名师弟 方师兄有所不知 提炼金铁是高阶弟子的专属任务 我们都还不够资格 则居然还有这说法 死老头子也不说清楚 一日师尊就安排人送来名册 总共有二十一人 每人需要缴纳三斤金铁 我知道了 你回去吧 随即准备好好研究这些人 哪知小布丁不止没走 还气哭哭地说道 亏我大清早地给你送名册 你没一点表示 我擦 没想到我居然会被一个小布丁敲诈 正想好好教训一下就行 小布丁却气定神闲 师尊说了 师兄昨晚发了大胎 给点赏钱是应该的 文言我只能无奈地给他快临时 勾怪那个小鸡的老老 拿到临时小布丁顿时笑他的话 还送给我的消息 那群打经铁的师兄们准备联手看我爱子 看来单纯靠武力解决 并不能让我坐稳这个位子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 我决定先去会会这些小弟们 找到了资历最老的刘彰华 本想先亮亮肌肉震慑对方 哪知这胖子态度出奇的好 方师兄放心 我一定按时上讲经铁 就连我提出的提前十天缴纳 刘胖子也是欣然英语 而剩下的二十名师弟貌似商量好似的 各个态度恭敬说话又好听 事出反强必有妖 看来这群人串通好准备搞事情 怎么说我也是强盗窝的小当家 岂会怕这群乌托邦的人 三日后我将打铁的小弟们都召集过来 并且拿出两镂筐的灵石摆在他们眼前 今天我要宣布一件大事 只要按时缴纳金铁的师弟可以领取零食 但是如果不能完成别怪我不讲经铁 见此刘胖子瞬间猜透我的想法 赶紧出口表示 师兄 你这零食不是前几天刚得到吗 怎么这么快就舍得送出来 这明显是想告诉其他弟子 我为了零食 可是打劫了同门师兄 怎会甘愿送出零食 这其中肯定有猫腻 我方形向来是最重承诺的 况且我还是断争给未来的大师兄 给师弟们某点福利有问题 紧接着我拿出玉牌发誓 只要按时缴纳金铁的师弟 都可以无条件领取零食使怪 刘胖子脸色顿时阴沉下去 看来慕容师兄交代的事情不好办 就在我走后一群人瞬间热闹 都想要得到零食修炼 见此刘胖子只能给他们打起 只要把这事做漂亮了 慕容师兄定然不会亏待的 匿名师弟却突然凑上来 刘师兄 慕容师兄是不是也该表示表示 他喵的事情还没做成好意思要赏赐 不过我有一季即可拿到方形的零食 还能得到慕容师兄的赏赐 闻言师弟们顿时兴奋了 还请刘师兄赐脚 时间终于到了上脚金铁的日子 按时缴纳的弟子果然领到了试块零食 而到了刘胖子上脚金铁时 我拿过一块金铁检查 随即将金铁狠狠地拿在地上 老子自己贴零食收取金铁 你们这些王八蛋居然拿破烂或硬核 强大的气势直接压向众人 心理素质不好的师弟已经在瑟瑟发抖 刘胖子心中意紧 这小子刚到断针骨 绝对不会分辨金铁的品质 肯定是在炸我 当即有了底气站出来 师兄 你擅自提前收脚日期不说 还诬陷我们让师弟们含心呢 其他师弟顿时找到了主星 方师兄既然说有问题那就指出来 不然我定会上报长老请他主持功吧 而我却是早就等着这一刻 上前将满矿的金铁全部倒出来 这块五分杂志不过关 这块是刺底金铁 这块是劣质金铁 刘胖子见我将每块金铁的问题都指出来 顿时吓得冷汗直流 我一把扯过刘胖子 小爷再给你们一次机会 刚拿的赏钱翻倍还给小爷 另外十日内必须上缴合格的金铁 不然老子一刀劈了你们 本金加上罚金 每人三十块零食都自觉点交出来 胖子还想反抗来着 表示断针骨从来没这规矩 见此我露出邪魅的笑容 老子跟你们讲规矩的时候 你们怎么不讲规矩 今天谁少一块零食 老子一刀劈死 刘胖子见事情不能杀了连忙施展法术 哪知我早有准备就等他反抗来着 一刀不偏不倚直接砸在他的后背 而其他尸弟也纷纷反抗 召出飞剑组成剑枕 想凭借人多势众将我拿下 见此我抡起千斤重的碧焰刀 转动身体形成强大的旋风 瞬间将飞剑绞碎 几名达到灵动五重的尸弟联手突袭 我却突然闪现在他们身前 一刀一个干净利落的将三人干干 还有谁对我的规矩不满就站出来 闻言尸弟们静若寒缠 都不敢出声 而在此时慕容英带着靠山 从人群中走出 放肆 竟敢在谷内对宁门师地下如此故事 他的靠山叶天龙更是大言不惭要教我作用 并把自己法器浩天阴阳锤借给慕容英对付 这可是传说中的高阶法器 不止重量惊人能可大可想变化万千 并且他的锤类武器天生克制刀剑 如果我用刀刃接下攻击 势必会使碧焰刀损 为了保护碧焰刀 我便用刀柄接下浩天阴阳锤的攻击 并利用自身强大的提破 硬生生地将浩天阴阳锤给抵回去 慕容英顿时骂了又骂 依他的实力可借不下这万金巨锤 而在一旁的叶天龙及时提示用阴锤防身 原来浩天阴阳锤有一大一小两个锤 小锤自带防护罩用作防御 慕容英利用小锤轻松接下攻击后 瞬间信心暴涨 开始嚣张 小子 还有什么手段尽管拿出来 而我却在此时将全身灵气输入碧焰刀 紧接着碧焰刀幻化出两条青色与金色的龙魂 见此慕容英满脸震惊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灵动六重才勉强驾驭青龙煞气 这小子凭什么能同时催动煞气和惊艳打针 还不等慕容英反应过来 两道凶猛的劲气就砸在他身上 从来只有我超越别人 不会被手下败将所超越的 真是好人 送了碧焰刀不说又送来了浩天阴阳锤 见状夜天龙也不淡定 方师弟 这是我的法器 给我拿过来 怎么 你这躲在幕后的武胆鼠妹 现在想全身而退 紧接着我把浩天阴阳锤扔到半口 抠出长刀便将锤子中间的铁链斩断 这次就当给你的教训 再来烦我必斩 夜天龙顿时气得怒火攻心 在这断争骨内 何时有人敢跟他如此说话 愤怒之下居然直接使出底牌本命争骨 清醒过来夜天龙便后悔了 要知道灵动七重的也挡不住他的祸面 更何况我是师尊清点的真传弟子 要是出事太严重了 观战的师兄弟却在此时发出一阵惊呼 还好我利用仙人怒火脆体成功了可以免一护面 现在什么阿闹阿狗都敢找小爷麻烦 老子就这么好欺负吗 你刚刚对我起了杀心 那就别怪我下狠手了 见状夜天龙耸了不断向我道歉 既然你这么真心的道歉 那小爷我就不跟你计较 闻言夜天龙一脸问号 这跟传闻中的不一样了 而就在他愣神之际 我突然拔出碧焰刀凌空劈去 夜天龙失去了法器 不敢跟我硬刚只能逃跑 却突然感觉到小昆昆一阵烛热 这才发现当度居然沾染上了青龙煞气 夜天龙再也忍不住心中的怒呼 你居然想让我断此绝酸 那就不要怪我不讲师兄弟情面 万箭归宗 面对满天的飞剑袭来我就丝毫不慌 淡定的再次照出青龙和惊艳冷静 直接一刀双龙出海破了他的万箭归宗 并且追杀他跑了大半个宗门 今天势必要给他来个深刻的反省 而他则躲开了我的攻击弹还是受伤了 最终还是被他利用极刑法术 跑回了他自己的洞府 眼看胜利在前我哪会放过他 不顾门归就要追进洞府 夜天龙强忍着伤势打出一道道法绝 终于在最后时刻启动了洞府的阵断 毫无防备的我也被防护阵断飞出去 一个王八蛋 刚不是很嚣张吗 现在怎么当起缩头乌龟了 你别小爷我等着 你会逼迫了你的乌龟阵断 紧接着我便回来广场把晶铁的任务考虑 你们这些剑骨头给我听好吗 三天内将晶铁全部叫上来 要是谁不能按时完成别怪小爷发了 闻言一群小弟们终于成福于我 纷纷跪拜在我脚下 半想后留胖子悄悄抬头瞄了一眼松了口气 这煞心终于走了 哪知我会突然出现在他眼前 你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 见状胖子急忙拿出一堆零食向我赔罪 方师兄大人大量放我一马 以后我一定为民是从 闻言我直接一脚将他踹飞 我缺你这几个破钱吗 随即我把刀狠狠地插在地上 最后给你一个机会 告诉我怎样破开夜天龙的洞铺法阵 断针骨的洞铺都是由玄铁和法阵构成 没有灵动九重之上的境界根本没法破碍 闻言气得我一脚送他回洞铺 真是个废物 而这时我也注意到被我斩断的好天阴阳锤 而就在此时宗门内却发生了大事 青云门附近曾封印了一只妖王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封印之力渐渐失险 掌门决定四谷各派十名精英 并且选一名有威望的弟子带领前往乱荒山加固封印 几名长老纷纷同意 山河谷派出真传弟子风轻微 七峡谷更是派出真传前三的凌云与舒文谷的皮君子 只有断针谷的铁长老一脸头脑 因为断针谷最弱根本没有真传弟子 铁长老只能厚着脸皮 准备让内门弟子叶天龙带队前往 然而他随身携带的求救符却在此时发出警惑 铁长老来不及思考急忙接停 只看见叶天龙一脸慌张地说道 师尊救命 那小王八蛋 您再不回来我就要被他砍刺了 见状掌门与几名长老都被惊动了 在他们的印象中 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有人用求救符 与此同时我正在用浩天阴阳锤暴力攻打他的洞口 叶天龙只能将所剩不多的灵力输入法阵 希望能等到师尊的阵 经过七七四十一下 我终于垂破了阵法 我看你这个王八现在还能躲哪去 随即一垂狠狠地砸下去 就在这时师尊回来阻止了我 小王八蛋 你是不是要拆了我断针 见状叶天龙喜极而泣 终于捡回一条命 但就算师尊在我仍然不准放弄他 别拦我 我要砍死这个王八蛋 这可把叶天龙吓傻了 没想到我在师尊面前都敢如此狡猛 随即我又拿出碧焰刀 不打他我一难平 够了 到底怎么回事 别老的说清楚 这几个王八蛋串通起来设计我 被我识过之后还对我吓死 叶天龙见识不对急忙抱大头 自己洞府都被拆了祈求师尊为他做主 没意会慕容英也被几个弟子抬了过来 见状师尊瞬间傻眼 这他喵的又是什么情况 随即叶天龙急忙上前告诉师尊我和慕容英的战斗 紧接着师尊眼睛一亮 这小子居然能催动灵动七重才能驾驭的必焰刀 看来他的灵气不是一般的精神 想到这师尊立马换脸 变成一个关爱弟子的老父亲 丢下受伤的两个倒霉蛋带着我离开 来到师尊住处后 师尊丢给了我一件法器 这居然是上品法器捆仙神 是个好东西 随即我便催动捆仙神 来 先给小爷跳动 见状师尊连忙询问我是如何做到 让灵气如此能练清楚 得知我修炼的是青云段真诀后立马来批击 老子修炼的就是这个 一当骗小孩一样来糊弄我呀 随后我便告知这是便宜师父 为我量身定做的青云段真诀 这个厉害吧 想学的话就说弟子我可以教你 文言师尊阴沉着脸 小子 你今天砸了洞府还打伤了人 你得将功补光 现在宗门刚好有件大事 需要四股一殿共同完成 一听有大事件可以参加我立马兴奋起来 以致是要让我做段真谷的领队 哪知师尊突然又口风一转 不过我给你安排了一个副领队 只要他说的你必须照做才行 我虽然有点不爽 也只能答应小孩 毕竟难得有机会出去 随即我露出宝贝得手的表情 告别了师尊 师尊见我这一副乖巧的模样 很适应 后知后觉的才发现 自己的苦先生早已不在自己身上 书文谷 七峡谷 雾镇谷领队均是真传弟子 只有我身为段真谷的领队 还是个未成 剑状三大谷弟子瞬间就炸开了谷 区区灵动四重参加任务的资格都没有 居然还当上领队 此行没那么简单 暗处想要我出事的人并不是 没成想在这还能遇到林清雪这个心惊 四年前他为了自己的秦王曾刺杀过我 失败后更是对我发出宗门追杀力 只要有人杀了我 就为对方免费炼制一辈子的弹药 要不是宗门庇护让他闭关 我早把他给嘎了 看来四年前你没能杀掉我 心里很不痛快 闻言林清雪并未像以前一样失去理智动手 就在我两针间队迈芒 想要进一步刺激对方好出手时 林云师姐及时出手阻止了我 一切以宗门任务要点 没一会我们一群人来到乱荒山地界 林云师姐就发现前方不满瘴气 绝不能贸然进去 七侠谷全是丹修 为大部队炼制解读丹的重任自然落在他们头上 而我则从小弟那得知七侠谷发放丹药 却读读我们断真骨的药 看来又是那个新精女在导施 而他们故意不给丹药 就是想要打压我在断真骨的地步 随即我手扛大刀找 谁他喵的敢欺负我断真骨弟子 七侠谷弟子一脸不屑 我们林师姐说了 想要丹药可以 只要你跪下来求他 文言我并未理会 并拦下想要带我去求药的憨憨师弟 随即我便大喊 许凌云 凌云师姐可在 女弟子顿时心中一惊 这小子不会向凌云师姐告状吧 这事可是瞒着师姐做的 紧接着凌云师姐出现 你这小鬼又有何事 凌云师姐 你为何指使人排挤我断真骨弟子 红鼠青云门弟子 我何时排挤你们断真骨 见到凌云师姐来脾气 我这憨憨师弟立马上前解释 而我则趁机一掌按向憨憨师弟的后腰 师弟顿时难受的一阵咳嗽 我师弟身中仗毒 再不给解药我断真骨就要全军覆没 文言谷中师弟纷纷细经上身口中 还悲壮地喊道 为啥只有我们断真骨没有解毒丹 见状凌云瞬间明代自家师妹中有人做药 还不快把丹药给他们 师弟一脸欣喜 正想接过解毒丹 我却一把瞒住他 这些别人剩下的东西我可不要 我要凌云师姐亲自炼制的丹药 文言几个女弟子纷纷来起 要我师姐炼制的 你们这些臭打铁的配方 哪知凌云师姐真的从兜里掏出解毒丹 拿去吧 此事就到此为止吧 经过此事我终于得到师弟们的认可 而凌云师姐也想好好打压一下林青雪 随后几天我们一行人不断地向着目的地推进 期间更是不知杀了多少妖狩 每名弟子都经历过实战收获过风 就在我们夜晚修整讨论战典之时 我凭借着多年的野外生存 总感觉哪里不对劲 紧接着我起身大喊 都他们的小心点 来麻烦了 顾振谷的几人文言却是一脸茫然 哪有什么麻烦 可就在此时满天的毒龙纹朝我们重来 修为最高的凌云师姐最先反应过来 并且凌厉形成一个护照将师妹们护在身后 书文谷的领队皮君子扔出满天的护照 形成经验阵才堪堪挡住了毒龙纹的进攻 但仍有两名师弟未能及时躲进去 只见一只蚊子钻入他身体之中 紧接着整个身体不断的膨胀 血肉被快速吸食殆尽变成一具干尸 乌振谷则靠着山河顾云阵勉强逃过一劫 但也失去了两名同伴 而断真谷的小弟在我的保护下无人伤亡 紧接着更是有数不清的各种妖兽包围了我们 随即七侠谷弟子擅长治疗被护在中央 舒文谷使用金刚符加固防御 乌振谷设下九阳巨灵阵可快速恢复灵力 而我断真谷的人则在最外围 负责守护阵法的第一层防御挡住妖兽 而蛮牛虽然只有四阶却力大无穷 瞬间冲破师弟们的防御 见此乌振谷的领队一脸焦急 怎么办 光靠法阵根本挡不住蛮牛的进攻 眼看着防御法阵就要被蛮牛冲破 身为领队的我只好出手拯救弱小 随即一到长约百丈的巨大刀光上 锁过之处横事变 蚌牛已死 细与妖兽部族围惧大火继续裂杀吧 物证谷的领队一脸惊异 这小子实力居然这么强 随即我便躲在阵内思考 此次妖兽报万的原因 因为这次来袭的不止有毒蛇 还有天上的雄鹰 要知道蛇根鹰可是天敌 这其中必有人为操控的影响 不然七峡谷的弟子找上我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师姐在外面大战蛇妖 却躲在后面休息 原来妖兽群中突然出现一只七阶的蛇王 虽然凌云师姐的修为比他高一截 但是蛇王的防御惊人 喷出的火焰更是剧毒物 凌云师姐拿蛇王没有一点办法 关键时刻坐下仙鹤不顾自身伤势进行出息 凌云师姐找准机会一剑刺在蛇王的要害 却在他正要补刀将蛇王灭掉之时 却感到一阵莫大的恐惧 急忙带着仙鹤抽身飞射后腿 眼尖的弟子已经发现 战场中突然多了两条蛇王 灵云师姐心中一阵绝望 一条已经难以对付何况三条 物镇谷的领队见到灵云师姐危险 正要上前救援 却被疲君子叫住 三只妖王修为已经接近八阶 我们上去只会成为师姐的没坠 吵什么 如果此事不拼一把 等灵云师姐败退我们所有人都得死 七峡谷的弟子却将我叫住 蛇王毒性惊人你们根本不能靠谱 谁帮我取一些毒液我好炼脂病 关键时刻憨憨师弟挺身而出 冒着生命危险取回毒液 七峡谷的众多弟子急忙紧急炼脂必毒丹 随即我便拿起丹药放入口头 正要吞下时却发现口感不对 立马将丹药吐出说道 这丹药到底何人炼脂 居然想拿一枚毒丹加害于我 到底是谁炼脂 七峡谷弟子却是一点不息 不可能 这可是灵清雪师姐亲手炼脂 文言我狠狠地将丹药扔在地上 这种紧要关头居然还想得害 哪知灵清雪却突然将丹药捡起 将其一口吞入腹中 并反击我用如此拙劣的借骨无险他 我一手将他掐住 还想销毁证据 赶紧给小爷吐出来 其他人见状却以为我怕死 故意诬陷林清雪 见此我只能先放了林清雪 随即他更是一脸委屈地表示 自己没有下毒 他这娇弱的模样 瞬间激起雾震骨弟子的保护欲 放心你要怕死就直说 不要耍这些小手 而此时一个大逼斗 狠狠呼在他的脸上 出手之人正是憨憨师弟无相同 方师兄岂是你们能污蔑的 此时断针骨的师弟们同仇敌凯 他们相信我的威脸 见状我不得不夸他们是个好师弟会来生 有师弟们的支持我气势大者 众师弟助我一臂之力 随即师弟们纷纷祭出飞剑形成一道道阶梯 靠着飞剑我不断地靠近战场 许凌云 小爷我来了 三大蛇王默契的合击实力相当于灵动九九九 此时我刚好来到战场帮助师姐姐 而灵云师姐却认为我实力不够前来给他添麻烦 转眼间几条蛇王被灵云师姐吸引注意力 眼看灵云师姐陷入险境无法突围 我直接无视毒蛇王的毒气一跃而出 解开刀中蕴含的青龙煞气 硬生生地将一头蛇王的头颅斩下 我这如救世主凶悍的一目惊呆的灵云师姐 见状师兄弟们还没从震惊中缓过神来 随即我便将巨大的蛇头踢到众人眼前 刚才谁说老子怕死 自己站住 所以谁想让我死 我就一定要让他也尝尝绝望的死 下一秒我就来到灵清雪面前并掐住 灵师姐你以为如何 灵清雪已只有两人听见的声音说道 没用的方形丹药我已经吃了 你没有证据 文言我不管三七二十八 直接将手插进灵清雪的小腹 硬生生地将那颗被保护好好的丹药掏了出来 这种非人的举动瞬间让师兄弟们惊惧万分 我却不以为意地将丹药扔给七侠谷弟弟 现在证据有了 拿去验吧 若此丹无毒我心丹情愿受罚 若是有毒 那你们七侠谷要给我一交代 说罢我便让断真谷的师弟们去打扫灵兽腰胆 而憨憨师弟也早就把蛇王腰胆藏起来了 七侠谷弟子却在此时发出一阵惊呼 负责检测丹药的师妹一脸惊恐 这颗丹药真的有 而且其中的毒性足以杀死一头筑击打药 此话一出就连平日性情温和的憨憨师弟都忍不住罚 我师兄美战身先士卒 你们却诬陷他怕死还下来 必须给我们断真谷一个交代 见此七侠谷弟子心知自己理亏变得无话不说 丢了那么大的面 灵清雪自然成了他们的出击 就在这时一具巨大的蛇尸从天打下 凌云师姐也解决了剩余的两条蛇王 见此我快速地闪身过去 将两颗腰胆抢在手中 就当七侠谷给我赔罪 却不料一道身影却快速从我身前闪 平时高冷的凌云师姐却笑颜如花 师弟悄悄拿别人东西可不是好习惯 我差点被你的人毒死 拿你两颗腰胆怎么了 闻言灵云师姐一惊 怎么可能 随即连忙找来师妹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得知灵清雪居然炼制毒丹加害我时 灵云师姐当即扔出一颗龟西丹叫他扶下 灵清雪顿时下惊恐万分 要知道这可是七侠谷专门用来惩戒用的 只要将龟西丹吞下 巨大的药力会瞬间将人包庇 然后渐渐缩小 最终变成一颗人丹 这可是号称青云门最恶毒的刑罚 灵云师姐便将剩余的一颗龟西丹送给我 随后物阵谷的领队风轻威前来回答 前方十里上空灵气密布 肯定有大量的灵草生长 灵云师姐虽然担心师弟妹的安危 但架不住他们的劝说 第二天只能带着大部队前往 到达目的地众人纷纷傻语 随即就是一片狂喜 我他们要的发财 原来价值三十零十一天的梦魂草 在这里却是无边无际长的盗主动势 见此众人都进去开始疯狂的采摘灵药 只有我与灵云师姐在一旁时刻戒备 如此珍贵的灵药在这如同杂草一般必有海洋 此时我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连忙叫住他 灵云师姐也察觉到不对 骑着仙鹤闪身飞去 青云门弟子听令 速速退出伤 但所有人都陷入疯狂 根本没人听从我们的命运 直到一个巨师傀儡出现将两名弟子砸成肉末 他们才如梦初醒 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巨师怪依靠傀儡不吸收灵气 实力更是达到了灵动八重 虽然力量有点吓人 但是行动缓慢应该能搞定 紧接着我迅速上前 一刀斩碎了巨师傀儡的右脚 可结果却没有想象中的容易 居然可以复原伤势 见此我只能战略性转移 得另想办法才行 可眼前这些卡拉米的同伦们却不逃跑 方师兄 我们联手干掉这里怪物还能继续采集梦魂草 你他喵的要钱不要命吗 想死的别带上我 这巨师傀儡根本就打不死 要送死你们自己去 就在这时出现一道金光 既然来了那就都给我留下吧 随即一股强大的威压压着众人不能动弹 金光中突然出现一只巨大的金乌 全身散发着筑击大腰的启示 但神魔剑却显示金乌只有六节修为 这时空中的凌云师姐却突然传来交集声 我来拖住他们 你们赶紧走 可这时我却发现还有断争谷的师弟在里面 见此只好让凌云师姐带着他们先走 自己身为断争谷的领队必须回去接应师弟 而此时两名七峡谷的女弟子陷入重重包围 他们还仅仅是十几岁的少女哪见过这场面 就在他们俩要成为妖兽的口粮时 一头巨大的龙形惊艳凭空出现 硬生生地将这群妖兽烧成交叹 师妹搞笑地表示 师姐 我难道觉醒神秘血脉可以喷 见此我有点无语 喷什么 是小爷我来救你 别傻站着碍事 趁现在赶紧滚蛋 见我不好相处 两人连忙往谷外跑去 刚有点希望不成想又遇上了巨师傀儡 迎接他们俩的将是站满屏幕的一卷 却不料傀儡突然被一股强大的灵力崩碎 原来凌云师姐将人送出山谷后 又反身回来乡中 靠着仙鹤奇快无比的速度已经连就熟了 身为真传弟子凌云师姐还是挺靠谱 可这些巨师傀儡永远打不死 她的灵力快跟不上输出 与此同时我这边也终于找到自家师弟们 让他们赶紧先走 自己留下来断口 忽然一个巨师傀儡一个拳头突袭而来 趁挡下攻击的空隙以领队的身份命令他们撤退 憨憨师弟只能强忍着悲伤遵守我的命令 在他们面前装得好累 打架都打得不熟 随即反手一刀轻轻松松便将傀儡斩碎 突然间一股强大的气息正在快速向我们逼近 不成想竟被这头铸鸡漆的大妖给盯上 而另一边凌云师姐也不好说 虽然将大部分弟子都救出 但他灵力消耗殆尽无法前来之音 听到憨憨师弟呼喊了自己 凌云师姐强撑着虚弱爬起来 放心啊 有没有跟你们一起出来 憨憨师弟瞬间哭丧的脸 方师兄为了让我们有时间逃走 卢字留在里面断后 他明明只是妖族的小萌星 却偏偏伪装成绝世大妖 更是凭着这一手装备技能 收服了一群实力强大的小弟成为一方霸人 就在刚刚我为了掩护师弟们撤退 不成想竟被这头拥有铸鸡七气势的妖狩盯上 为了验证我心里的猜想我伪装成身受重伤 就在这些妖狩要把我当作口粮吃掉 一颗巨石突然砸下将妖狩驱赶 正是此行导致众多同门牺牲的铸鸡七大妖精物 见我倒地不起完全没有威胁变形一招财 却不料我一个诈尸惊吓到他 以他喵的黄毛鸡嚣张上 随即我施展出早已准备好的捆仙绳控住他 你个无耻的小骗子 你竟敢诈本作 不这样怎么能抓住呢 你这个六阶的小飞机体能装的 紧接着我一车捆仙绳 让他与大地之母来个亲密接触 抽出大刀威胁他 你要是再敢闭闭想也就过了 随即使用阴阳神魔剑检查他这奇怪的威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就给我长见识了 这黄毛鸡的胸口居然有一张装神弄狗 佩戴者会自然散发出铸鸡七大妖的威压 我当即来了兴趣询问他是从哪得来的 小爷我最近不惯失败者还一脸的理智器重 直接赏他一个脚丫子 小爷就问你胸口上的服哪里来的 再说废话直接剁了拿你腰单来泡酒喝 文言黄毛鸡仍旧装傻充愣 你在说什么 哪里来什么服 见他还这样小爷可不惯着 一刀毫不留情的斩下 却不料他宁愿死在我刀下也不想说出事情 既然这样我也只能换个方法 大肥鸟你给小爷当作骑吧 说完我可不管他答不答应直接捆仙绳套住他 落在我手里 我就不幸撬不开这只傻鸟的 现在小爷也是有坐骑的人了 还比凌云师姐那个贺高几 看到满山谷的梦魂草 才想起自己进一颗都没收取 这里的梦魂花起码价值几十万 零食够我使用一阵子 突然间我发现远处有异常 那里的灵气精存度起码是其他地方的事情 大肥鸟赶紧给小爷飞过去 金屋却在此时留下冷汗一脸紧张 还试图打消我的想法 那里不过是我平日吃喝拉撒的地方 根本没有什么好东西 看他这紧张的样子我心中顿时一喜 看来不是一般的宝 随即拉紧捆线绳 麻溜的赶紧给小爷飞过去 而就在我高高兴兴准备去熏宝时 逃出谷外的大部队已经为我转发了天 憨憨师弟一脸的悲伤 执意要带着师弟们前来救死 却被物证骨的卡拉米吵损 那方形自己没实力还逞能去救人 就算死了也活该 突然一个大尔巴子招呼在他脸上 下见了飞心 卡拉米不敢置信 你他瞄得在动我一个试试 话音刚落 又一个大尔巴子呼在他脸上 动手的居然还是七下五的地 这两大尔巴子把他给打冒了 当即就要进行动刀子 却不知他自己已经犯了重了 毕竟在他们心中 我是不顾自己安危救助同门的好师兄 就在此时 一把剑鞘砸向卡拉米的小头 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家的师姐 居然也会向自己出事 这时才知道自己干了怎样的傻事 就算封师姐要他向我所在的方向磕头认识 他也只能乖乖照做 毕竟他还是有点害怕我没死会找他抱 却在此时响起一声狼笑 在他们争吵时居然已经被狼群包围 众弟子匆匆应战死伤惨重 几位倒霉的弟子瞬间失去性命 成为狼群的点心 看着平日熟悉的师兄弟 在自己眼前被生生吃掉 剩余弟子的心态瞬间崩溃 唯有领队的凌云师姐挺身而出 命令众人前往山洞独立 随即反身独自面对群狼的进攻 为众人争取时间 普通的五阶妖狼根本不是他一剑之地 短短时间已被斩杀大半 但凌云师姐身之最大的威胁是这九阶狼王 仅仅一击凌云师姐就被震飞数十丈 本就受伤的更是让他伤势加重 少年得到一个神奇的面具 只要戴上他就可以为所欲为 原来这个面具不仅可以改变身材样貌 甚至可以改变你的性格 等不及我更新想要看百变魔君的宝子 可以点击左下角QQ阅读 漫画搜索百变魔君就可以免费看 想要看小说的可以搜百变面具 宝子们可以先去观看具体情节 他本是天之娇女的炼丹宗师 却为照顾一群小萌星身陷险 哪怕自己倾尽全力还是有人不断地死亡 面对九阶狼王的攻击自己也不是其对手 眼看凌云师姐就要命丧狼王手下 就在这时出现一个黑袍男 危机时刻就下了凌云师姐 一人一郎打的难分难解 凌云师姐顺势脱身 带着侥幸活下来的人撤退 男人却在此时发出一声冷笑 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剑剑 瞬间满天的雷电之力向着剑身汇聚 紧接着无尽的雷电 朝着狼王倾斜而去 强如九阶的魔狼王转眼间就领了 随即男人又甩出几千把飞剑 将剩下的魔狼身上扎满窟窿 而男人正是青云门首席真传弟子肖建明 随即凌云月下 众弟子见状瞬间围了上去 这人就是灭了我鬼烟谷满门三百多人的罪魁祸首 在匆匆安慰好师弟师妹后 肖建明看向心上人 凌云师妹你的伤势如何 哪知凌云师姐的态度却异常的冷淡 你为何现在才来 原来在出行时长老曾经交代过师姐 肖建明会跟我们一起行吗 肖建明却不以为意 我路上跟人切磋耽误了点时间 只不过迟到了两天而已 师妹切磨生气 凌云师姐冷漠地躲过肖建明的抚摸 你知不知道就因为你迟来 我们死了二十八位弟子 现在就连方形师弟也是生死不明 闻言肖建明心中升起一股警觉 明显感觉到凌云师姐的情绪变化 随后从皮君子口中得知事情经过后 肖建明却突然神色大变 该死 他们怎会发现了伤 再也顾不上师姐对他的冷漠 骑着飞鹰匆匆而去 只因在出发前 肖建明就接到东门叔父的信息 肖家老祖在乱荒山的山谷内 给家族留下一件宝物 这件宝物可以帮助肖建明破入驻机器 所以肖建明参加行动只是顺带 主要目的是找寻家族宝 而我此时还不知道肖建明的道理 悠闲地溜着大鸟 金屋大鸟突然抬头望向天空 天上有人偷袭 闻言我转身看去却是啥也没有 再回头时这个大鸟已经不见 才知道自己重点 想跟我玩捉迷藏 那小爷就陪你好好玩玩 而这个傻大鸟却跑得异常欢快 不认识的还以为它是个跑地鸡 小屁孩还敢跟我斗 想着我当做妻可没那么简单 而我的突然出现直接把它吓破了 你这个死飞鸟不简单 大鸟瞬间汗毛倒立 小子 你不要欺人太甚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闻言我直接拿起捆仙绳不停地抽打他 一道是咬人给小爷看 不服气的大鸟突然拿出一张符贴在胸口 鸟爷跟你拼了 随即便化身成一只铸鸡漆的大大鸟 紧接着一爪子想要将我踩爆 见此我却不必不闪淡定异常地看他表演 而我早通过神魔剑看出此符残缺 提升使用者修为的时间紧紧一息 时间一到大鸟瞬间就被打回原形 随即继续用捆仙绳套住他的脖子 转破 一张残服把你得死 紧接着将它狠狠地砸在地上 哪知它身下却然出现一个阵法 大鸟突然神色大变 快将我拉出去 不然要死鸟呢 见它不像是假的我连忙将它拽了出来 随后我从大鸟就得知此处 竟是一处藏宝的地 但却被这阵法阻拦 如果找不到生门 只要踏错移就会被阵法裂灭 随后我便运转阴阳神魔剑 一眼看出生门所在 为保险起见 还是用这大傻鸟来探探 肥鸟 我已经找到生门所在 你帮我探路 找到宝贝分你一份 大鸟闻言却是瞬间就炸了 鸟爷信你个鬼 你不就是想让老子当炮灰吗 见此我不再废话 一把将大鸟扔进生门 大鸟一脸的悲愤 鸟爷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哪知一注香后 金屋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 下尿后 他才相信我真的找到生门所在 随即恢复过来一脸的馋媚 说好的进去后 宝贝分我一份 为了他安心我便发个誓 我欲三两化誓 说话算话否则天打一批 说完就带着大鸟进入阵法 大鸟还不死心的问答 真的教育三两 进入阵法空间后 大鸟瞬间呆了 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鸟爷要发大财了 男人为了找回机缘 要将少年脱光 就算如此男人 为宝珠秘密要将它消灭 就在刚刚我与大鸟 破开法阵进入藏宝之地 没想到宝贝 居然是一株灵药紫布兰花草 一花为中品 二花为上品 三花为极品 而这株居然开出了 整整四花 这可是炼制猪鸡丹的绝佳主要 有了此要 我的修炼速度将大大增加 正当我准备采摘时 大鸟却突然向灵药冲去 准备将它一口吞起 死飞鸟 给我回来 别在小爷面前耍聪明 为了保险起见 我直接将大鸟捆成粽子 随即才放心地开始采摘灵药 也不知道是哪位大渊种种 最后还不是便宜了小爷 大鸟见我将灵药全部放进储物袋 当即就炸了 于三两 你个无耻的骗子 说好的要分我一份的你居然独吞 我一脸无辜地说道 于三两那个王八蛋不讲信用关我屁事 就在这时法阵外面传来一道声音 妖王前辈可在 晚辈萧建明前来拜会可否 原来萧家老祖当年借着封印妖王之间 将一株紫物兰花草种植在此地 给自己的后背留下一份机缘 萧建明见妖王没有回应 就准备进入阵法空间查看 而我也骑着大鸟出来 哎呦 这不是萧师兄吗 萧建明拔出长剑一脸警惕 你是何人 在这里干什么 随即我便抱上自己的身份 为躲避大妖的追击逃到此 闻言萧建明心中忍不住怀疑灵草没以我驱走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是要求我带路前去查看 可一到地方发现灵草不耐 萧建明当即拔出长剑指向我 方师弟不介意我搜一下身吧 师兄你想搜身也可以 不过不用这样威逼我吧 随即萧建明就要取笑我的储物检查开始 我劝他不注意一拳招突在他的脸上 紧接着一跃而起 坐到大鸟的背上 让他赶紧跑路 这时萧建明也反应恶果 肯定是我将灵药带走了 愤怒至极的萧建明 瞬间发出一道剑气斩向 此刻的他完全不顾门归下死守要灭了 见此我连忙洒出一群飞剑应对 但我这普通的飞剑完全挡不住他的剑气 只好使出碧岩刀的青龙煞气 才勉强挡住攻击 趁此我赶紧命令大鸟飞快点 眼看着萧建明一点点的就要追上来 要是被人追上 大鸟你肯定得变成一锅金屋汤 再飞快点 大鸟一听慌的一批 但他却突然眼珠一准 你要不把灵药给我吃吧 有灵力加持我可以飞得更快 闻言我震惊地询问他 生吃灵药难道不会暴体而亡吗 我金屋一族有秘书消化药力可以随便吃 灵草虽重要但小命要紧 我便给他吃一点 不过貌似自己的太上化灵精也有同样的功能 听一把 随即在大鸟惊骇的目光中 我将所有的兰花草一口吞进肚子 一瞬间庞大的灵力不断冲击我体内的经脉 有点草率 紧接着我拿出灵云师姐送的龟西单 此单拥有封印之力 刚好可以压制体内乱串的灵力 这时大鸟与萧建民的距离逐渐拉抬 见此他紧了 随即我给萧建民来个国际问候 小爷不陪你玩吗 见此萧建民顿时炸 你给老子等着 紧接着他便掏出三根银针 下一秒狠狠地扎进自己做齐的脖子 这种秘书可以在短时间内激发做齐的潜力 紧紧一注香萧建民就追了上来 萧建民再次释放出雷霆剑气批下 大鸟已经吓妈了 方爷你快反击啊 而我服用了龟西单 根本无法动用一丝灵力 我只能靠着自身体魄硬生生地扛下这道剑气 索性我终于追上了大部队的所在 憨憨师弟见我受伤 连忙上前接应 询问怎么回事 我这伤是萧建民弄的 那个该死的兔儿爷 老子不给他摸 摸不到就追着我打 众人得知后压麻呆了 堂堂青云门首席居然喜欢男人 一直爱慕萧建民的风轻微顿时泄了气 难怪他迟迟不肯接受自己 凌云师姐却不怎么相信 方师弟 萧建民为什么追杀你 还有那只大妖呢 就在这时萧建民追了上来 放心 你跑不掉了 快让我搜身 文言众人对我的话顿时相信的不舍 看到萧建民气势汹汹的杀来 我急忙躲在凌云师姐的身后 尽管这样他还是没打算轻易放弃 这可是突破助击器的关键 见此我只好装作伤势过重 可出丝丝黑气 凌云师姐稍一茶看顿时怒 萧建民到底发生了何事 你为何下如此狠手 我怀疑这小子偷了我的东西 在他身上我感受到失窃之物的气息 放屁 明明是大妖拿走的 为何非要赖在我头上 而凌云师姐为大局着想 让我自证清白让他搜身 看师姐出口我也只能答应 不过提出两个条件 第一 要是没搜出来得赔偿我精神损失费 第二 我不要男人碰过 要搜只能女人来送 文言萧建民二话不说 答应下来并让风轻威来搜身 就在风轻威来搜身时 凌云师姐警告威胁他别耍小聪明 随即风轻威上前将我全身摸个遍 可是搜完所有储物袋 都会发现一丝异常 萧建民却知道我有个储物戒指 要我拿出来以柄查看 但是在打开戒指的静止后 萧建民却是心中一震 里面居然没有兰花草的气息 看见师兄摇头 风轻威冷汗直流 他不死心地将所有物品全部倒出来 不停地翻找 试图将东西找出来 见状萧建民还不死心地质问 我把东西藏满了 都跟你说了 是筑鸡大妖拿走了非要怀疑我 现在让你们搜了 搜不出东西难道还要赖在我头上 真当小爷我好欺负不成 萧建民也是个心狠手辣之人 见拿不回来就想找 这是凌云师姐拦下了他 师兄 你要是在虎脚蛮缠 我定会将此事上到掌门 文言他只能强忍下心中的怒 师妹 我只是与方师弟开个玩笑 惊动掌门就没必要了 见他不敢动手我连忙说道 萧建民 我的精神损失费 你该不会不认账吧 居然还敢跟我要账 就怕你有命拿没命花 随即他拿出一块灵石扔相簿 灵石内蕴含风雷之力 而我又失去灵力无法接下 就在这时一道法阵出现在我身后 灵石穿过法阵之后 唯能大解 凌云师姐却出手将灵石收走 而我则抢在凌云师姐前面截住灵石 并感谢师姐帮我解围 没想到那个兔而已居然还有暗手 萧建民建是不可畏 只能无奈退去 风轻微得罪过 我也只能跟着他走 而就在这时我身上灰溪丹的药效果 全身灵气不停的乱窜 必须要赶紧找个地方练花兰花草 随即我便将全身宝物 托给凌云师姐保护 要是这大鸟敢逃跑 麻烦师姐杀了取其腰带 紧接着我便在山洞内练金化气 提升自己的修为 而凌云师姐看着我修炼闹出的动静 心中担心无比 连忙前来查看 却发现我此时变成光秃秃 心中暗脆一口人小鬼大 娇羞地转身就走 而我却在这时一把拉住 凌云师姐不让她离去 女人每天都要检查师弟的身体 却未料到师弟不知不觉中已经长大 师姐暗脆一声人小鬼大转身欲逃 而我却一把将凌云师姐拉住 随即扭捏委婉地说道 师姐 我需要你的帮助 文言师姐顿时慌乱如麻 你要干什么 还不快将衣服穿上 只应当当我炼化吸收兰花草药 突破到灵洞六重径 只是异物全被我烟烧 师姐 我储物袋放在你那了 衣服都在里面 文言师姐急忙从中找出一套衣服扔给我 强行压住心中乱重的小鹿 快点换好衣服 我们该出发了 随后我从师姐口中得知自己闭关了三天 大部队已前往封印之地 而凌云师姐为了我的安全再次守护了三天 这让我大受感动 还是师姐对我最好 随即我询问她自家那个傻鸟还活着 文言师姐一脸得意 你那只秃鸟一天叽叽咕咕的太凡人 我直接将她捆了丢进旁边的山洞去 这傻鸟得罪了师姐也不知饿死了 太惨了 当我找到金屋大鸟时 见她没有半点反应 我急忙收回捆先生准备取其腰单泡酒 傻大鸟却突然跳了起来 以她喵的这几天去哪了 我可不惯着她 一巴掌直接呼在她脸上 几天不见长脾气了 还敢对我瞎嗶嗶 小爷今天心情好给你个机会 正式成为我的座棋就饶你一命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我可是高贵的三族金屋 我看你是敬酒不知吃法酒 给你机会重新组织下语言 要么当座棋跟小爷一起吃香的喝辣 要么今天就把你关了 傻鸟也是个能伸能屈的主 当即乖乖的给我当座棋 随后师姐看我收服了大鸟心中一惊 还是师弟厉害 但是转眼一人一鸟 在空中就打得你死我 见状师姐一脸同情 也生得果然不好眼 与此同时断真谷的师弟陷入了危机 憨憨师弟带着师弟们脱离队伍自己猎杀妖兽 今天好不容易遇上一只七阶的尸身卸尾兽 断真谷所有弟子一起出手为杀 虽然勉强将妖兽打成重伤 刘师弟却在妖兽反扑的时候被卸尾蛇了一下 憨憨师弟迅速举起手中的长剑 狠狠地将刘师弟的左手斩下 然后快速掏出金窗要扑在断臂之处 憨憨师弟一脸懊悔 要不是我赌气带你们单独猎杀妖兽 刘师弟也不会受此重伤 师兄不必自责 我们都是心甘情愿跟着你的 断臂的刘师弟更是气得咬牙切齿 老子就是战死也不受那帮人的尿气 憨憨师弟也是有点无奈 要是方师兄在此他们怎敢如此猖狂 随即准备将刘师弟们将妖兽的内丹取出 却在此时一道刀光瞬间胜过 物镇谷的弟子出现并抢走妖兽内丹 不错不错 还是颗七阶妖丹 放下腰单 这可是我断针骨猎杀的 物镇谷身剑一脸的猖狂 谁说是你们断针骨杀的 萧师兄可是立下规矩 谁斩杀妖兽就归水 刚才最后一刀可是我砍的 身剑你真当我断针骨好欺负吗 你敢出手吗 这可是萧师兄的规矩你敢违抗 你们物镇谷不要欺人太深 不然方师兄回来后必会找你算成 文言身剑一脸得意 那小鬼得罪了萧师兄 蹦达不了几天 你们居然还把他当作靠山 真是可笑 说完居然还想将妖兽的尸体也带走 见此憨憨师弟不再忍让拔出长剑 你动一下试试 现场的气氛顿时凝重了几分 战斗一触即发 而此时物镇谷的风轻威突然出现 你们在干什么 见到自家师姐身剑气势大阵来的恶人先告状 师姐 断真谷的人想抢我的腰带 而风轻威则仗着有肖剑名当靠山 完全不听憨憨师弟的解释 既然是我师弟最后杀死了这妖兽 当然归武师弟所有 师弟快点将妖兽收好 我们还有大事要办 剑状憨憨师弟气得浑身发抖 人居然可以无耻到这种地步 但为了不负我的嘱托 他只能苦苦忍呆 并且还拦下即将爆发的师弟们 不要冲动 只要我们先出手肯定中了他们的算计 先等方式凶回 今月的欺辱定让他们物镇毒百倍偿还 随后风轻威带着众人开始布置反 他们这次的目标是一只九阶圆满 搬山蜈蚣 所以必须使用带毒的灵血将蜈蚣引出 再利用阵法将蜈蚣困住为杀 却为料到这灵血对比同妖兽 也有的强大的吸引力 风轻威只能带着众多弟子躲进山洞 哪只仅仅过了一炷香的时间 妖兽就为了争夺灵血杀的血流成狗 最后只剩下一只七阶的尸身蝎尾兽 和一只八阶的灵灵蛇 却在此时地下传来巨大的阵头 一只长约百丈的蜈蚣破洞 想跟蜈蚣掰掰手腕的石猴 则彻底成为了典型 趁着搬山蜈蚣正在享用灵血 风轻威则带着物阵骨的地子 占据好方位瞬间启动法阵将蜈蚣控制 但是他们却忽视了对手可是搬山蜈蚣 虽然不能上天 但是随时可以钻地跑路 索性舒文古众人在一旁掠阵 几千张封地符不用钱一样飞射而出 死死地将搬山蜈蚣困在阵法内 再加上事前埋伏好的暴裂符 直接将搬山蜈蚣炸的遍体鳞伤 可尽管如此搬山蜈蚣还是超出他们想象的强烂 还从地底招出重途大军掩护自己跑路 此时风轻威却是心中傲虎 早知道就不去得罪断针 要是加上他们的法器 这妖兽肯定破不了阵法 蜈蚣一路横冲直撞 根本无人敢上前阻 听到动静的断针骨弟子急忙前来查看 并且他们出现的位子刚好卡在蜈蚣的必经之路 剑状风轻威大喜 命令我断针骨弟子拦下妖手 还好我这憨憨师弟虽是个老实人 但还是知道变通了 连忙带着众位师弟跑路不当出头 半空中的肖建民剑状嘲讽他们一群废 见众人靠不住无奈之下只能自己出手 只见满天风为属性的剑气奔袭而下 虽然破除蜈蚣的防御 但这还不足以致命并激发凶兽的怒 当即就是一世神龙百尾 带着万军之力狠狠地砸向肖建民 哪怕他与蜈蚣同属九阶蛋 还是被蜈蚣震飞出去 他正想利用坐骑的速度寻找机会 却发现班山蜈蚣已经带着满天的毒气快速接近 此毒剧毒无比没到助击 气得也只能暂避风芒 待到毒物散去 班山蜈蚣已经没了身影 肖建民心中怒火滔天 计划这么久 居然让班山蜈蚣给逃了 你们都是废物吗 连知蜈蚣也拦不住 众人唯唯懦懦地不敢黄脑 只能心中默想 以自己还不是没拦住 身见这件货又跳了出来 小师兄要不是断争骨 弟子临阵脱逃 那蜈蚣早被我们退 风轻微也跟风开始甩锅给我断争骨众人 而他们这些诋毁我断争骨的话 我也听到 他娘的 老远就听到你们在下面叫唤 岂我断争骨无人吗 少年临行前向师父发誓 一定会将若基师弟平安待会 却未想到自己紧紧闭关三日 师弟们不止受到排挤欺辱 刘师弟更是丢掉一条手臂成为废人 当众人见到我回归队伍时 乌镇骨弟子纷纷打寒 这煞心不是被大妖所伤 伤势这么快就好吗 见状老刘师弟再也压不住心中的委屈 方师兄 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 我没想到只是几日不见就发生如此多的事 而萧建民则直接无视我吩咐小弟们 尽快找到九届无功的宗族 直到乌镇骨的身剑前来寻找病 才知道这些人借着他的名头 一直在欺压断真骨 虽然将师弟师妹们教育了一顿 但他仍没将我断真骨放在一起 得知真相后我立马替小弟找回场 身剑 谁给你的胆子打 欺辱我断真骨赶紧出来受死 闻言身剑下的贪软在地 只能苦苦哀求萧建民保他一命 为了保住自己的尊严 萧建民只能出头阻止我 见状我把刀狠狠地砸进里面 众人一阵紧张以为我就要大胆出手 而我指着萧建民说道 听说你立下个狗屁规矩 谁最后杀死妖兽这妖丹就归谁 不错 这规矩公平公正 难道你还有意义 那按照师兄的规矩 九届班山蜈公大家是不是都有机会 众多弟子闻言瞬间激动 九届妖丹可是价值八万名士 并且班山蜈公已经身受重伤 这等好是千载难逢 听到众人的议论 风轻微急忙跳出 小鬼 你不要胡说八道 蜈公已经被萧师兄打伤 自然归他所有 那刚才是哪个孙子亲口说的 谁最后杀死妖兽 妖丹就归谁 一时之间风轻微被我对得哑口 更是悄悄看向一旁 方形居然敢骂萧师兄是孙子 萧建民却在此时拔出长剑 这小子居然敢当众辱骂自己 要是不将他斩杀自己 在弟子中的威望 必将一落情绸 就在这时凌云师姐却突然开口 师兄 那规矩到底还做不做事 闻言萧建民心中一惊 他也不相信真有人 敢跟自己抢索性大气 不错 不管是谁最后杀死满山蜈公 妖丹够归他所有 众人听后却无办理的兴奋 因为谁都知道要是敢抢蜈公 事后必定会被疯狂暴 为了跟他当到底 我本事只要有人替满山蜈公的想法 我出三万灵石报警并帮他 众弟子一听瞬间疯狂了 既不用得罪萧师兄又能得到灵石 刘师弟却担心就算找到妖兽 也抢不过萧建民 毕竟对方是青云门第一针船 众多师弟纷纷献挫 怎样才能快速击杀班山蜈公 已年过半百的催百万 却突然从储物袋中拿出一把弓箭 方师兄 这是我花费三十年积蓄满下的上街反弓 获得助你一臂之力 闻言我接过弓箭 用此弓远程射杀抢夺班山蜈公 还不是一如反弃 兵贵神速我当即决定坐着金屋先去寻找 没想到路上大肥鸟却给了我一个惊喜 小子 你要是能把妖丹分我扒成 我马上帮你把蜈公找出来 不可能 最多只能给你五成 闻言大肥鸟一脸兼具得逞的表情成条 随即找了个隐秘的地方 导致了半天才从口中苦出一桶破顶 紧接着潮破顶没连土石树潭口水 口水进入破顶中 瞬间变成赤红货 大肥鸟口中又念出一段神秘的语咒 顶中散发出一缕缕诡异的气息 仅仅一炷香的时间 大肥鸟就一脸肯定那只小蜈公就在东南方 而我知道了蜈公的方位却没马上前往 只是拿出自己的传信令符 无师弟 班山蜈公就在东南方向 以悄悄将消息放出去 没一会输文骨的众人得知消息立马前往确认 待提君子确认后连忙通知肖建明 我们已经找到蜈公 东南方向肃然 但话还未说完 就被班山蜈公发现了踪迹 依照几人的实力肯定不是蜈公的对手 只能期盼肖肖建明几块 而早已到达的我却躲在一旁 没有一丝出手的意思 随后到达的肖建明也不敢出手 就怕关键时候被我摘逃 随到提君子陷入生死危机 肖建明才不得不迟援 这可是他的铁杆追随者 要是不就定然会让手下的人喊起 肖建明不敢留手 上来就是数十道剑光阵枢 班山蜈公本就身受重伤 现在最多只能发挥出八戒的实力 面对全力进攻的肖建明 根本没有还手之力 紧接着肖建明开始蓄力准备使出大招 一剑入酒坑顺杀 而我则找准机会关键时刻抢搏腰带 却不料下方发出一声巨响 班山蜈公居然被一条长鞭枕断 见此我怒了从来只有五斤 现在竟被别人给粉丝 随即烟雾散去 出现一个娇俏可爱的上方 口中更是娇憨 走路都能点得九戒腰单真不如 见此我正想上前拿回属于自己的战略 大肥鸟却是已经荒滑了 他喵的 怎么是这个小娘 紧接着拉住我躲在一旁 方也别说话 千万别说话